简胜 真的很强吗 而这是个修仙世界一共六个境界 分别是练气井 华灵境 巨魂境 灵宫境 子斧境 灯仙境 每个境分九重 而这位更是重两级 清云剑宗宗主 温剑 灯仙境六重 绝世强者 人宋外号清云剑神 可是没人知道 堂堂清云剑神是一个茶营子 华清云用着前世养多肉 和现在种植的技术 培育出来的茶营 直接把领导死死拿捏 毕竟讨好领导 是打工人的必修客 温剑正想告诉华清云魔云中的目的 可华清云立马拒绝 我不想听什么也不想知道 开玩笑 听了这不是要加班 华清云撒腿就抛 不过还是被温剑叫人 在一阵寒暄后 温剑便告知华清云 因为上次犯了剑法集会 四位堂主 让我罢免你的真传弟子身份 可听见这话的华清云 瞬间喜出望望 要知道他成了那门弟子 谁还敢说他魔云 咸鱼之魂 已在燃烧的华清云 直接询问什么时候办 这真传弟子身份 温剑看着嬉皮笑脸的 华清云气不打一处来 正要发火 就在此时一道甜美的声音 传入大殿 见过宗主 师兄 突然来访之人 便是清云剑宗首席大弟子 月剑星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 子辅进四重 被整个宗门看作未来 而老贤于华清云 则是真传 弟子第55位倒数第一 不过让月剑星不解的是 宗门数万内门弟子 烈于继日 就是为逆流而上 早日成为真传弟子 可自己这个师兄 却喜欢360度空方往下跳 而华清云 只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说什么是自己 卡在灵宫进一井 所以要回去 从内门直接开始 巩固基础后 再突破瓶颈 月剑星露出崇拜的神情 他没想到华师兄 如此上进 和传闻中的根本不一样 事件心不强 哈哈哈哈 师妹客气了 而温剑这次 叫月剑星来是因为 几位堂主 月剑星云 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华清云 和月剑星一同执行任务 多学学人家大弟子的 勤奋体系 此时华清云 则是一脸飞线 月剑星 可是宗门的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 带动宗门内卷强度 他就是一个咸鱼品烂王 明显就已经和他八字不合了 这怎么一起出任务 于是便以自己太菜 只会重重茶叶的理由 打算拒绝 可月剑星却是两眼冒光 想要和他相互扶持 一起共同进入 还打算让自己 用这次任务证明自己 打破外界的要求 一种性迷迷马的生物 此刻在华清云内心 自由地奔跑 好家伙想POA 让我也那句钱 华清云也不是吃醋的 直接以茶叶 需要照顾来要洗 可温健也很下心 为了华清云不再摆烂 直接开出福利 只要华清云完成这次任务 就能放假三天 听到这话的华清云 差点就要飞升了 完成任务就能摆烂三天 这个任务 我华清云接定了 耶稣也拦不住 一位是宗门千年中 最强的年轻一人 天才美少 美貌占领的代表 绝对不爽 一位则是宗门店 天赋物 隐藏所为的穿越上 天天想着墨鱼的百滥王 过着倒点下班的躺平生活 本来八字不合的两天 然而 在昨天宗门大领导的请求下 一起出发 前往天云山脉的村庄 调查村民失踪的事情 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的岳建兴 早早地变在宗门演舞场上 正值五十 早已规见三千次 想喊淋漓 而我们的百滥王 却是刚刚睡行云觉 哟 师妹这么刻苦啊 岳建兴则是埋怨着华清云 都迟到一刻中了 气鼓鼓地觉得这个师兄 未免也太懈怠了 华清云则不以为然 身为打工人就应该好好躺平 这么努力干嘛 行了行了师妹 我以后定下来休息 岳建兴则无奈道 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 不过华清云和岳建兴 都觉得这次村民失踪的事情 多半是和魔云宗有关 当华清云听着岳建兴说 要保护修为低着自己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隐藏修为就是好 不但抱上大腿 玩事还有三天假期 这次真是赢亡 不一会两人 便到达天云山脉的村庄上空 正在岳建兴打算和华清云商量 分头找村民打探消息时 只见华清云在怀里摸来摸去呢 掏出一个钟表开始倒数 四 三 二 一 五点了下班了师妹 我先休息一下 任务就交定 为等岳建兴反应过来 华清云就已经跑得牢远了 村庄的岸乡楼中 掌柜开一间房间 华清云看着掌柜的手臂 瞬间就看出了猫腻 可是管他呢 现在可是休息时间 华清云也想了想了小师妹 可是觉得以他师妹的修为出不了大问题 直接睡着 可没睡多久 门外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华清云觉得耳熟 走出房间就看到了 岳建兴在和掌柜争吵 掌柜以房间以满为由 就是不让岳建兴住房 华清云便让他和自己睡一间房间 冷水拨下来 岳建兴小红脸也对他 反正就是华清云想对他做啥 也打不过他 要知道他师兄只是功林静的小菜鸡 房间中华清云则不理会小红脸的岳建兴 一边吃着一边问 你吃过晚饭没 听着这话的岳建兴 瞬间来了精神 说着什么 我们修行中人 应当清心静静 并起食物用 还未等他讲完一块糕点洗完 堵住了鸡里呱啦 说过不停的小嘴 岳建兴追踪的小嘴 顺势便把糕点吃了下去 糕点冲击着 他的味蕾甜而不腻入口 在这些许分方 如同清流一般清流星庭 他整个人都要沦陷在这糕点中 华清云则不理会 这小师妹的反击 直接开始歪里大课堂 把岳建兴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明彻本心 可以见真 以真会真 自现诸相 相中不染 方显自在 自在如常 乃掉自来 刚刚说完歪里的华清云 看着傻乎乎的岳建兴 还以为他大脑荡机了 而岳建兴 则突然大叫一声 师兄我误了 二话不说 手直接往高点抓 华清云看着 你肉眼消失的高度 直接绝望 我的点心 在两师兄妹的激战下 华清云满脸嫌弃地睡到床上 一脸不好意思的岳建兴 则是盘歇而作开始了修炼 刚刚还在热闹的房间 不一会被安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道漆黑的身影 靠近了房间 浓郁的烟雾 在两人的房间里 弥漫开来 他以女子之身 冠绝同龙年轻一代 年纪轻轻 就已是子祖精四种 在宗门中 不管是人气 还是实力都是他 而在外界 可能是一年第二 只手独战子林宗 两大真传 直接和我们只知道 白烂躺平的男主 华清云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今晚岳建兴 在客厅修炼时 朝起暗算 吸入毒烟 在迷流之际 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秀为低下的师兄 盯主气快逃 可他不知道 他的师兄 华清云是宗门隐藤修为的 绝世大夫 这点小把戏 对他根本 画面一转 村庄外的小树林里 客栈掌柜双膝跪地 禀报大人岳建兴两人 已经被他离倒 男子听到岳建兴三个字 瞬间大喜 而华清云他压根没听过 应该是个音响 没错 树插上的男子 正是村民消失案的罪魁祸首 男子一跃而下解决掌柜 随后派出了三号和四号 把岳建兴两个带回来 而华清云这边 岳建兴迷迷惚呼呼地睁开了眼睛 你醒了 华师兄 没有任何犹豫 岳建兴第一时间 就想拉着华清云跑 华清云则是满脸无语地 看着自己憨憨小师妹 这时岳建兴也回过神来 为何修为比自己低的华师兄怎么回事 以华清云的修为这 断铃箱对他压根没效果 他当时入住这间客栈时 就发现老板不对劲 也是一直低风 找了个已睡觉 没有运工 没吸入断铃箱的理由 哄骗了一下傻呼呼的岳建兴 断铃箱最高 只对子府静五虫的修饰影响 此刻华清云直接化身老油条 给岳建兴这个社会小白言传生教育 外出任务的外出事情 看着背对的自己说教的华清云 在岳建兴兴里华清云此刻为暗无 完全不是传闻中 蓝散成性的真传地 不仅三言两语 就点误我修行奥谬 更能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就我性格体贴 玉树临风 就是修为低了 想到这些岳建兴瞬间小脸通红 等等我在胡思万想些什么 师妹 恢复的如何了 华清云打断了岳建兴的小心思 岳建兴嘴上说着没事 可心点 则是小路心轰轰乱撞 为等两人含蓄几句 窗外一道紫光往他们房间飞来 有杀气 岳建兴瞬间拔出配件 将华清云挡在身后 师兄小心 可我们的模范男主华清云 则是直接往床上钻 反正你也恢复了 就麻烦师妹了 毕竟现在是我的消息时间 岳建兴满脸无语的 看着往床上钻的华清云 直接飞出 反正自己师兄 只是功灵进小菜机 来了也是拖后的 此时岳建兴凌二立 全身灵力涌动 正在气头上的岳建兴 直接全力斩下 两道身影 直接被他斩落 身为中文 岳建兴就更不一样 所以兄弟们千万不要惹女神生气 舔叫往死泥铁 看着地上的二人岳建兴 认出他两次攻方第四门装 紫灵中珍藏地 不过看二人双眼无神 这两人是邪狗 此事果然和魔云中有关 不等岳建兴反应 一道闪见死人间 高慢死光 向着岳建兴起来 在左闪之际 岳建兴暴露出手 灵力狂暴涌动 蓝色电光 一对一身轻鸣见绝 薛云掉了 岳建兴 宗门中的天之骄女 在师兄面前是死乎乎的可爱小师妹 面对敌人时 则杀一天 可怕是羞辱 在独威的独云面前 可以一敌二个红暴露 这是他的师兄 划清于我们的穿越南中 修为早已决定 为了过上招紫暴露的独云生 将自身修为分离 就这样的一对师兄妹 却遇到魔云中弟子的老六姓 树里里暴露的岳建兴 以霸道手段 拧压紫云中的两位天才 在暴露这个剑气 直接散开将两人斩落 以绝顶之太子是地上二人 可当路知道 他的好师兄 已经用神念看着整个战场 用神念观战还真是方便 眼睛都不容易 竟然敢伤害范儿 女子看着地上受伤的男子 竟然在愤怒中 觉醒一丝自我一时 兄弟们看见没 只要你够帅 女人睡着都有 为爱发火 两人直接站到一起 狂暴的灵气在生命中四面 在月剑星感慨对方的怪异时 见此月剑星也不再保留 冲天起来 四面不围绕着陷阱 暗中的华清云 也敢叹气失眠天 只是还未察觉到这次的危险所在 说吧 一片绿叶落到华清云城 这边该够 此时狂暴的灵力 正从月剑星体内 渗出聚集在剑体之上 渗出草汹涌的灵力散发 清云剑 八剑时 汹涌狂暴的巨大剑狼 随便将其一体风陌 拉向大地 月剑星缓缓落下 立在废墟中 想着是否能换死花人 可他没注意到身后 天空的能量向他的后抵袭袭来 在他发现时为时已运 在千军一发之时 一道绿叶飞被攻击他 感觉到身后爆炸开来的恐怖力量 月剑星一正后怕 要是被击中后果不堪设计 不过那道绿光是谁 叶子 是谁救了自己 华清云看着自己的小师妹 假装起身 看来宁静解决 华师兄 月剑星刚想询问就被华清云打断了 我一直躺着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想想自己的师兄才功灵进六重 这是不可能的 说完两人目光 都放到了躺着椅子上的两人 月剑星提议回宗门 请长老们布置轻心驱邪阵法 驱除泄鬼术 可月剑星又担心他俩这样跑回去 那魔宗的人又跑去捕害其他的 听到这我们的男主华清云这么急 为了三天假期 他才只能他出手了 看着走向紫云宗弟子的华清云 师兄这是要 华清云要用神念进入他们的石头 把血鬼之中放出 可月剑星害怕 他师兄稍有不胜这两人可能会变成傻子 放心吧 师妹 等等 师兄你难道想同时摘除两人的邪魁之中 而华清云则是满脸自信 救人如救 双线操作才快 这个男人作为穿越者没有到处装逼 则是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百难生活 除了被宗门弟子亲切问候 还要被长老鄙视 可时则不然 他其实才是宗门里的超级巨蜀 只是用练习两年半的小手 轻轻一挥 就把血鬼之中给拔出 救活了紫云宗的两人 刚醒的两人发现是清云建宗的弟子救了他们 在众人寒暄后 紫云便想起了缘由 一周前 他二人奉宗门之命调查一起村民失踪情况 两人一路追踪进入小树林后 发现是一位魔宗长老在拿村民们的血进行祭礼 结果二人大忆了 没有闪 中了对方提前布置的陷阱 随后便被镇压 变了邪术控制的血路 今日侥幸被华清云救起 为此感激涕领 而月剑星则是被华清云的手段震撼到 巴巴巴 因为他刚才看到华清云只是双手轻轻一挥 就把二人的血鬼之种给拔除了 要知道血鬼之种是在石牌身处 如同大海捞针 就算是宗人长脑都做不到 而华清云像吃了德服饰的重享丝滑 华师兄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技巧的 华清云则是为了不暴露修为 随便找个借口 不诱过去 而华清云救完人的第一件事 就要对方赶钱 这可把月剑星小脸都气过了 明明就是随手一挥 那有动用什么天才地平 人家又不是二 可下一秒他立马又开始了阿巴阿巴 对方不但答应 而且买一送一不但送货上门 打算在宗门宣传华清云的威名 一旁阿巴阿巴的越见星 其实不知道 目前公认可以解除血鬼术的清新除鞋阵 至少也要五万上品临时复制阵 而华清云心部此时乐开了花 在外面摸鱼躺的就赚到三万零十万块 随后华清云便让紫云回想一下 抓走他们的魔宗长老是什么情况 那人叫做莫轩 正面战斗力纯属小八彩 就是用阵法和独立案 华清云嘴角上扬 这些对他根本不算是 他这里刚好有一种担药 可以让服用的人免疫三个事实的担当 又问他们三人有了这担药 是否能拿下那魔宗长老 紫云两眼发光 有了这担药 他能分分钟把那小八彩担保 可随后他发现为什么是他们三个 华清云不一起 而华清云 所以刚才就他们俩消耗太大的剑 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才能回复 吓得两人连忙道歉 一旁的月剑星则是知道 他师兄只是不想加班 便满脸飞线 带着二人出发 寻找陌萱 紫云看着手中的丹药 真有华清云说的那么少 而作为华清云的小名类 选择无条件相信 开弓没有回头剑 三人吞下丹药后 正商量如何找到墨萱时 忽然大风起 天上的月亮被飞于免戴 月剑星顿时发现了对劲 可是为时已晚 他们三人已经进入了墨萱的阵 只在一瞬间月剑星 一剑斩出 就在此时魔宗长老 也不再隐从身心 出现了三人眼前 这个男人的企业文化 是有多变听 不但喜欢和小姐姐 在云江里玩杂地说 更是为了让我们男主 华清云起床下班 刻意给他安排了 六眼白毛PUS探窗服 让我们一起快乐地加班吧 刚刚现身的墨萱 看着这三人猜测到 他的邪鬼之种这么快被拔出 肯定是月剑星身上有秘谣 但是他发现还少了一个人 以为华清云害怕他 直接不敢拦了 看着还在装逼的墨萱 紫云第一个不答应 骑手就是一招 大倒是想笑 只可惜没打中 耍了一次光 当烟雾散去 墨萱则是被动开启反派死化 而此时紫灵宗的小师弟 跳起来就是 而墨萱也不会忘了 他现在可是在一点三 直接挡住了偷袭 嘲讽到正派弟子就是纯 中了他的石骨香 还浑然不知 就在此时 我们的小师妹出手了 一道剑光斩脱 而墨萱则是自信无比 想要单手挡 只作为纵门年轻一代 战力的TOP1 月剑星的整机 不是他能抵击 荒岛的变地 直接将大地撕裂 可烟雾散去后 月剑星也没有集中墨萱 此时空中落叶开始消散 月剑星也发现 自己被牢独吓毒了 看着中毒的三人 墨萱直接现实于空中 嘲笑着三人 直接开始倒数 可是实习过后 他期待的画面 压根没有出现 而且还少了一个人 然而消失的紫云 直接出现其身后 一招大棒出笑死 如此 而紫云宗的小师弟 则是乘胜追击 抄起扇 这是一招闪电五连编 Pro Max磁光板 让其封线联系 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墨萱 不理会其伤识 则是询问三人 为何没有中毒 可此时三人压根 没有理会墨萱 紫云更是吐了吐舌 和嘲笑 但是他心里 还是感叹着我们的 男主化清雲的丹药太厉 如果有了这丹药压根 就不要怕那些 只会耍卑劣手段的谋修了 而墨萱看到三人 没有理会自己 想着自己的尸骨香 毒性比他灵香更厚 即便封闭气息 也会被皮肤所吸收 除了他的毒门解药外 没有任何丹药 能够散去毒性 定然是他们身上有秘宝 可此时的跃剑 星可梅坦曾一直耗蜜 青云剑鞋直接一句 暂动 可他忘了墨萱 其实是召唤师 玩尽战之神 墨萱直接冲天而起 到此为止 天血链大战 血光从地面上冲天而起 将三人围困其中 还未等三人反应 墨萱只是没开二度 直接开启召唤 一句子俯六重的血鬼 在三人身后凝聚 看着墨萱的一号血鬼 本来还在高兴中的子俑二人 眼神中充满的绝望 而我们的小师妹 越见新眼神 也从轻蔑转为凝重 要知道他们三人最高 只有子俯四处 可还没完 墨萱又派出了 子俯五重的血鬼队 他师兄华清云 只是他不知道 这完全是他多虑了 华清云可不是他想象中的 功龄镜六重小菜鸡 而是真正的宗门大路 此时二号已经来到了 华清云窗口 正打算开始叫醒服务 下一秒就直接傻眼 床上连根毛都没 而我们的华清云 一直都在用神念 观看现场直播 早跑到了隔壁 但是还没高兴几年 半窗直接换成爆破 刚刚稳住身形的二号 抬头就看到了 被他叫醒的华清云 而华清云 则是右手扶着额头 语气逐渐拼命 找不到人 你就不知道回去吗 非要拉着别人一起内卷 宗门妥妥的反面素材 每天只知道木鱼板蛋 他在宗门长老的安排下 一起出发执行任务 今日则被魔宗长老偷袭 困在大阵中 在一番试探下 月剑星知道 他们在这样打下去 迟早会被那恐怖的 再生能力耗死 紫云则有一招将血鬼 彻底抹杀 但是蓄力时间很长 所以剩下的时间 只能交给月剑星了 看着曲线玲珑的身材 背影却显得单薄可怜 月剑星咬牙答应下来 阵法上方的莫轩 则自信无比欣赏的 这场混手之洞 等待着他的邪魁五号的到来 可莫轩乃知道 他意以为傲的二号 已经被我们的男主华清云 一击打个半死 要不是华清云不想暴露实力 早就将他们全部抹杀了 谁让他还想睡觉呢 所以他打算给他的邻居 送一份友好快递 在恐怖的推理下 二号如流星一般急事而出 而我们的男主角的 现在还没到九点上班时间 还能再睡一步 转身便去寻找清闯间 而月剑星面对巨大的血色权益 拼尽全力后才勉强的击 绝望的氛围充盈在这片天地中 血脖在正反加持下 可是越来越强 看着撑不住的月剑星等人 莫轩失去了兴趣 下令让血脖结束战斗 看着冲向自己的血脖 月剑星眼中抹过一次绝望 可此时莫轩身后红光闪座 将整个大阵洞穿击碎 将冲向月剑星的一号一起 加入大阵洞 等烟雾散去 差异的眼神浮现在两人脸上 看着碎渣渣的一号 莫轩之夫不可能 随后两人都觉得是 清明见宗的长老 想不到莫轩还有后手 血脖强化术 本破碎一地的血脖瞬间凝聚 紫云的大招终于蓄力完成 紫色闪电周身闪烁 一跃而起 和血脖冲撞在一起 防暴的紫色血脖的孩子 而在双方火拼之时 我们的男主已经在听庄舟讲故事了 他是宗门长老口中的反面素材 每天都在墨于摆烂 实则他修为早已到达这个世界的顶峰 可他的师妹却是宗门内卷之王 以一己之力带动整个宗门内卷 本来八字不合的二人 在宗门长老的安排下 一起外出做任务 两人很快就遇到了魔宗长老的偷袭 可华清云发现上班时间还不到 便以自己实力低微微 留在客栈摆烂 让他的院主师妹去加班 春风拂面 华清云感受着清晨的阳光 只是他刚睁开眼就看到了和平的一天 看来他的师妹是加了一通宵的班 还是解决不了这魔宗长老 随后便从怀里摸出一个怀表 看了看时间 该上班了 而战场中大地破碎 中间更是形成了巨大的深坑 紫云俗视着被砸成肉泥的一号 没错是他引用 但刚才的一击抽空了他全部的力 就算是越剑 心都不由感慨起过本力 可还没等三人开心一会 破碎的阵法上空传来着愤怒的思考 一号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心血 而紫云中的二人已经没有再战争 所以接下来就交给他 越剑心灵力有动形成一缕人的死 围绕周身冲天起迎向暴怒的莫轩 剑决赶出蓝色的剑脑穿起 绕过红色血手的直击莫轩 可血手也将击中越剑心 只见他双眼紧闭 剑决发动 万能 将两只血色回首斩碎 只剩下那双金色眼眸中滔天的杀影 而此时莫轩已接近巅狂 他倒要看看越剑心还能展出自己 只是他不知道 刚才越剑心的攻击目标不是哪 而本来只有一个缺口的大阵 直接脱死 只有这样他的实力才不受到压制 可此时的莫轩早已颠簸 以受命为代价 发动密集 身体直接老化 只见他干促的手掌中 凝聚出一座小型阵子 越剑心想冲上去阻拦 可已经来不及了 当次见直击他的后背 反能释放文力的血肉供主 但身后的紫云两人 则是再次成为了血鬼 他要越剑心付出代价 作为他秘法的第一个基地 所以越剑心放弃 能让绝望充满你的身体 此时的越剑心心中 只有无尽的懊悔 你要好好听他师兄的话 一次又一次再踏入陷阱 就在他绝望时一道声音 响彻天地放开我师妹 来者正是华清云 但他反而高兴不起来 以他师兄的修为 这不是来送的吗 在莫轩得知 就华清云一个人时 毫不犹豫直接出去 装逼也要看看境界 而回应他的 他只有华清云淡漠的身体 而让莫轩的携手瞬间破碎 惨白的眼眸中 呈现着不可自信的身体 就在他秘法被击碎的 瞬间紫云二人 也是清醒过来 第一时间 就是送上一击 闪电武员跟Promax 自于闪神道路军神 小体放手和飞起 不再理会 越见星星中大大的疑惑 需要询问华清云 他师兄 不是只有功灵进修为的小菜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回应他的 只有华清云淡然的眼神 他是宗门第一美人 也是宗门年轻一代 占立天花本 以自身努力 和超绝的修炼天赋傲视 此几人精一备 就在这里 我已早老死 我已成功命 而今日 则是被自己 一直以为修为低落的师兄救下 不只是他 就连紫云中的两位天骄 也是震惊不已 而作为大佬的华清云 要伪装自己 不是轻轻松松 很快便告知三人 他在二人死海 驱除血鬼之种的时候 他发现种子的根部 和二人的真灵 纠缠在了一起 怕伤及真灵 只清除了外侧的种子 但这也就意味着 二人随时 都有可能再度不操纹 所以他在两人死海之中 各留下请到见性 闻言紫云二人 也躲了 为什么在华清云到来的瞬间 他二人的控制 只被剪辞了 想不到 月见星口中的 若鸡师兄心思 却是如此沉溺 让他二人佩服不已 而华清云的 憨憨小师妹就不同了 居然还怪上了 自己这师兄 都不提前通知他一下 华清云看着满脸 不开心的月见星 表示看不懂 自己都已经成功了 这是在纠结的事 不过谁让这是自己师妹呢 还辣骂口味 当然还是要哄骗一下的 告诉月见星 这次打败魔宗长王 他才是关键 听了这话 本来不开心的小脸 写满正经 看着月见星上套了 华清云继续忽悠着 如果师妹没有能在乎 又怎么用逼真的演技 骗过狡猾的魔宗长王 只是没想到紫云二人 也被哄进去 看到了众人的肯定 月见星小脸上 很快就露出了满意的神像 随后便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自己这师兄虽然修为是低 但没想到是一个善于使用计谋 洞悉万物的大智慧之人 可华清云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上班前 就把工作统定 这不是就能提前放假了 可现实往往不会一番松顺 四人脚下的明天血练大症 再次有机会 没错 作为boss的莫轩 没有复活系怎么行 而刚刚还美滋滋的 华清云有多开心 现在落差就有多大 随着莫轩身体浮出地面 血口一号和二号纷纷消散 流入到肯定之中 地板摩执须翼慢慢实体 月见星见状 连忙展出一道剑子 可一切都晚了摩执 已经被莫轩完全住 单可是 因为他的明天血练大症 注意成功 月见星立即叫众人 因为刚才那一件事 他最后一项目 只是他没注意到 华清云已经买了功能 开始到地势 让他们三人先走 自己很快 这句话 直接正在积极地 三人都干了 众人被巨大发的邪口 纷纷抓住 绝望的氛围 再次将这片空间挤满 这个莫轩 就好像是不死之身 而月见星发现了 更绝望的事情 莫轩子服五重的修为 居然提升到了八重 他们四个技术都在这 他是如何完成 明天血练大症 只是他们小看了 莫轩的疯狂 他本来是想让 一号二号作为收藏 为了大症成功 他不但吸收了 一号二号 包括自己 也充当了技术 看着无力反抗的四人 便炫耀起 在万年前魔兵出现时 无数正派人士被逞杀 大半将落入魔宗之室 中周无欲 登仙境强者骑出走 才将那赤裂魔兵撲碎 结束这种暴走 而月见星发现 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师兄居然还在盗手 紧接着莫轩也不废话 自己直接几个纵运 可这是一道铃声打断了他 华轻云 此时无奈看着手里炒帽的忠言 因为九点已到 该上班 还没等莫轩从上班这个词中 巨大的蓝色渐浪 因为上班就意味着 他华轻云要装逼了 华轻云作为一个穿越者 不去到处装逼聊妹 每天的日常 不是默语百烂 就是忽悠自己的怨重师妹 去加班 荣获宗门反面素才成功 而他们并不知道 华轻云是为了不内卷 一直隐藏着自身修为 可今天有只不知死活的魔宗长王 打伤了自己可爱的小师妹 让月见星 他们快走这里交给他 师妹 你们尽快离开去部下所 领处天阵 帮助村庄 但月见星 则是非常担心 自己的修为低下的师兄 还以为原先杀死二号血鬼的是 宗门长王 让他过来帮忙 紫云宗的二人也是不放心 默轩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陷进 实力至少也是子府八主 就算他们加起来也打不赢 更何况华轻云只是功灵进 看着他憨憨又着急的小师妹 放心吧 很快就会结束的 而下方的默轩 人都给华轻云一道剑气砍弓圈了 上面那弱鸡 不管从哪个方向看 都只是功灵进 这获定是宗门里的修二代 刚才的一击 你是不是用了秘牌 哦呦 华轻云都被气了了 对付你这种货色 还需要秘牌 而月见星这边 已经在快乐的逃跑了 紫云是真不明白 他们就这样抛下华轻云 你华轻兄真的有办法对付默轩吗 以他零公斤六重的实力 一巴掌就得被拍死 月见星咬紧牙关 眼眸中成性也绝之死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相信自己华师兄 自下山以来 华师兄所做的某一个决定 都没有 而月见星也堵住 此时得到解放的华轻云 如今杀神将死 随手就挡下莫轻的权力一击 唐博的杀意在四周涌动 扩散 天地也随之暗 看着空中的华轻云 莫轻底部都快滴水了 到底谁才是boss 以月见星等人的修为 不疑会就到达成装中 第一时间布置锁灵处天阵 看着布置成功的阵法 他终于可以认真活动一下机 莫轻心里现在虚的不行 全身就胜九醉意 你不会以为 刚才就是本作的全部实力了 华轻云看着还在装和莫轻 让他有啥招赶紧使出来 不然一会儿证明机会 这是合同的实力 他现在是超级无尽 血迹斩 这招的确很强 光是招式余波 都能将身体摧毁 显然他也很满意这招 只是这已经不是一对一了 是来自华轻云的绝对名 这是属于他的私人游戏 就这样 面对华轻云的讽刺 莫轻将枪头挑起 身上血迹快速往火紧进去 一道道狂暴 无比的能量中开始呈现 这就是莫轻的使称功力 终极必杀技 魔光灭天 村庄里看着战场中 一道道贯穿天穷的魔光 紫云简直不敢相信 那件魔兵的威力如此 地旁的月剑星 此时浑身都在颤抖 眼角中泪水已流出 祈祷着自己华师兄平安无事 然而莫轻的究极技能 看着是威势抛天 可压根打不中华青云 技能光好看可不应 长剑出跳 一道道剑浪往莫轻 一瞬间把血色光柱全部撕裂 看着此情此景莫轩 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 这绝对是错觉 在他愣神之际 华青云身形开始防防浮现 你是否在心 为何我区区一个 零公进六成的修士 能把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很简单 因为他松印了自己静静 地质以来 他都不敢再人情修炼 怕一个小心顺眼 天际 而且身为宗门地质 表现的太过招摇 并不是合适 所谓能力越大 屁事越多 为了活得轻松 自己必须有的事 眼见自己的攻击无效 他现在只想赶住毛离子 在他看来 华青云就是一个 不择不透的工作 可这游戏华青云还没玩通关 就算离开 简直可笑 三三五四大二十四时间 伤害自己的同伴 逼得他提前出门 莫轩是真的怕我 卯足了吃奶的竞选 快速考虑 可他再快也快速过 华青云的青云剑局 随着莫轩的最后一身 浮云散去 华青云一剑 可斩万里山坑 华青云作为 宗门的反面素质 每天虽然都在摸鱼拍 但也有逆铃 就是大家的可爱 小师妹越剑星 绝对不能逼 就比如这个 不知死活的魔中掌握 最后连扎断了什么 虽然华青云 压制了自身大部的力量 可依旧 光是斩命末次的剑起云波 都能将就被天地斩掘 形成数公里的剑影性 而此时阵法中的三人 看着那斩掘天地的遗击 被震撼到挺密结实 因为那一剑的威能 可比灯仙境强盛 紫云二人 本难相信 这不是青云剑中的阵 此时的月剑星 也是第一次见华青云出手 原来自己华师兄的境界 早已超过 所有青云剑中的地主 而自己和他比起来 他这头号大弟子 想到这不由小脸一红 只是为等他 从刚才的娇羞中反应过来 只听咔嚓一声 刚才战斗的灵力 冲击过于强大 锁灵赴天阵要碎 月剑星 让紫云二人去疏散村民 这个阵法由他顶着 只是他的灵力早已枯竭 根本顶不住 这分仙境的战斗很多 好在华青云及时赶到 本要破碎的阵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 再见到华青云的第一眼 月剑星 已然按不住心中的好奇 你明明这么强 为何不早点告诉你 可月剑星 完全低估了一位摸鱼人的脸皮 华青云则表示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刚才自己之所以辣么强 是因为他的师尊 大大给了一张剑符 激活师尊给他的那道剑符 他可是捡了大便宜 很显然这种跌脚的戒口 连月剑星都骗不了 别说紫云二人 可 看着自己师兄那真诚的大眼睛 他又不能不信 所以你是怎么躲开 魔中长老公金 看着那双血满怀疑的大眼睛 华青云虽是心虚了些 可也难不倒他 随后用他主修身法和顿术的理由 勉强挡住月剑星的第二道攻势 可月剑星依旧不信 刚刚的阵法就是他修复的 这根本不是灵公金能做到 可他依旧小看了一个想摆烂的人 当然是因为这个 藏灵欲 藏灵欲是一种可以存储灵力的物品 因为造价高昂 还是一次性用品 因此并不留心 虽然华青云的说辞完美不去 但美少女的第六感告诉他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看着依旧存在迟疑的月剑星 看来只能用那招 美男复合式摸头杀 现如今还没有一位小迷妹能顶住 自己要是真有那么力了 宗准夫他师尊怎么会发现不了 你才是我青云剑宗的头号大帝 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突如其来的安慰 差点把月剑星信服到晕居 自己这师兄就知道搞偷袭 要偷袭钱就不能说一声吗 可紫云二人又不是来吃狗粮的 即使打断了正在撒狗粮的柳人 询问起赤脸魔兵的下落 那并魔兵体内魔器纵横 暂时无法触逃 但自己已经布置了阵法镇压他 很快华青云带着众人 来到了魔兵镇压之地 看着地上被镇压的魔兵 跃见星球的魔兵实在太长了 竟然又开始重新炼制试炼魔兵 他们必须尽快通知给个大封门 提前做好麻烦 华青云也表示非常赞美 正要将魔兵取走 可被压制的魔兵 仿佛遭到某种造物 开始暴走 凭借自身魔力强行 过出了正常的压制 墙间上出现一个血色漩涡 欲将魔兵带走 可华青云又不是吃素 现在只是上班时间 一道剑芒飞出钻入漩涡之中 将其魔兵 但依旧是差了一点没能留住魔兵 看着还在怪自己 没有灵力阻止魔兵被夺走散 其实这个都是华青云的锅 为了不被自己师妹发现 总不用群力 不过好在他留了一手 在魔兵上布折仿证 可以阻止牵引者将魔兵带走 也正如华青云所想的一样 魔宗洞府内在第一集 被华青云斩杀的魔宗老祖刚刚复活 就被领导派发新任务 夺回魔兵 还发了三件新装备 不得不说是个好领导 又帮复活 又发装备的领导去哪找 华青云作为修仙界最会摆烂的男人 不但有着超绝的摸鱼技巧 还有着一个独特爱好 月剑星只是多看了一眼小脸 就情不自禁开始发热 在解决魔兵事件后 紫云二人也是向月剑星两人挥手报名 比起魔兵这种远超他们境界的东西 他弟弟更在意的 还是华青云 云洁你难道没发现这次的事件 都在华道影的诊物之中吗 从他们离开客栈起 华青云就让他们提前服用B毒丹 最后在他们濒临绝望时 及时出手将他们从绝望中拉出 只要其中少了一个环节 他们恐怕都难逃被大阵恋化的命运 不但如此 他们之前服用的B毒丹 他以内饰之术查看身体 似乎有一层无形剑气 缠绕在体内 这也是他们不会中毒的原因 不是华青云的丹药有多厉害 而是入侵他们身体的毒素 全部都被剑气沉丧 相比满脸震惊的紫云 他则是一脸崇拜 因为这只有在剑道上 有着极高造义的剑先 才能做到的事情 可紫云的恋爱脑都快运转到缩水了 还是想不通 华道友明明如此厉害 为什么要隐藏自己 所以他们两人得出的结论是 华青云可能是青云剑宗培育的秘密武器 像这种纯老六行为 紫云考虑要不要告诉宗人 当然这也只是玩笑话 华青云自己都不想暴露实力 还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当然要尊重他的选择 最大的瓜就是下个月的天交圣会 而华青云其实一直在用神念 偷听紫云二人的谈话 还好两姐弟是聪明 啥聪明人 听完小月见星则是满脸问号 没什么 走吧 华青云为了保险起见 随手便将二人体内剑气散去 要是被他们的宗主察觉就不散 可飞着飞着月见星突然叫住华青云 他越想越不对 老实点师兄 说你是不是隐藏修位了 可华青云的演技都是练过的 脸不红筋不跳的 他就是一个零工进的菜鸡 和师妹你这种天才根本不能比 然而 刷的一声 长剑出鞘 华青云满脸疑惑的 看着月见星想把他回应 而回应他的则是一道剑气 直接将他胸口衣物撕碎 随后一本书籍从他怀里滑落 说实实那十块 月见星用出了这一辈子最快的手速 将书籍夺走 小脸上立马露出了满意且自信的笑容 老娘我成了 自己师兄的秘密 我和我师妹不得不说的修宪之旅 如此闪耀的画面 此时的月见星小脸都被闪了变色 华青云趁机会一把请过 他这次大意了没有闪 要是这次没解释好 恐怕在自己这小师妹面前 一辈子都要提不起头 就如同华青云所想 原本在月见星星中 优秀到爆炸的师兄人设已然崩塌 他也想不到自己师兄竟然喜欢 吓得华青云连忙解释 这是封面只是用来吸引人的 它是一本这儿八经的冒险故事书 很快华青云也找到了证据 让月见星星的更诚意 他这师兄居然还主动找给他看 好在华青云在月见星星里 还有那么一点点幸福 这本书讲的是主角身在宗门之中 和庶民师妹之间发生的各种事情 是一个十分正统的冒险故事 在凡人和修士间都十分流行 每隔三个月才会中心 特别像是这种带插话的限量 必须连夜排队才能满意 十分稀 看着自己满脸认真的师兄 他再不信就是不给面子 抱歉啊 坏的衣服等下用临时赔给你 但这种名小说的东西 在他们青云剑宗都是静止的 按宗主大大的话就是玩物丧旨 师兄你天赋又不弱 更应当好好修炼才是 事事事 仅遵师妹叫我 听闻月见星转身便往宗门飞去 让华青云快些 看来他这师妹是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怀疑 可下一秒一道剑浪便向他展览 眼见就要将他的限量版小绒书撕碎 终于本能将起固住 左手一拍 汹涌的剑浪就被拍飞了 这次算是彻底记了 又大意了没有事 师妹你能假装没看见吗 师兄 我这一剑就算子促进七重都不敢用手去剑 更别提一掌拍飞了 想不到他居然被自己这憨憨师妹套路 事到如今只能承认自己是隐藏了一本女修 回应他的则是月见星的小母龙突进 他想知道自己这师兄的剑刀造诣 是不是比他强 应该强那么一点点吧 听到答复的月见星露出了小师妹 不应该有的狡诈 如果师兄答应我一件事 他就帮忙保密 华青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月见星 心顶慌的不行 华青云则是一路飞着连返回宗门大殿 这次任务可算是被宗主攻擦 而一旁的月见星 则是满脸欢喜的拜见宗门各位长老和堂主 看着宗门的心肝宝贝安全回来 众长老别提都开心了 这次还立了大功 赶忙询问月见星有没有受伤 心不心 紧接着华青云也是随着月见星拜见了众长老 原本和善的众人 当目光落到华青云身上时眼神中斜满的迷逝 这是作为宗门吊车尾的专享福利 很明显月见星也是被瞬间转变的气氛 惊出一身冷汗 这双瞄的场面让华青云气得浑身发走 这次要是没有他 你们的大弟子都被人给电话了 还好平时好感没白刷 宗主帮他及时解围 这次的任务若不是华青云及时催动剑服 也难以斩杀那魔宗长老 这话一出 让刚还在喋喋不休的众长老直接哑呼 为了面子 他们只能把功劳推到华青云的师尊谷语堂主身上 毕竟华青云的剑服就是他给的 而华青云作为他的弟子 赠一道剑服护身也是理所应的 可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给过华青云登先进的剑服 难道是给错了 剑气氛得到缓和 温剑也是拉着众长老进入主题 讨论起这次魔宗卷土重来的解决方法 让月剑星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告知 时间飞逝 大会结束时已然来到了傍晚 华青云美美地伸了一下蓝腰 后面的三天假期 他可要好好的计划一下 只是一声失凶 打断了他美好的假期计划 可爱萌萌的月剑星突然冒出 他们之前可是约好的 华青云要教他剑法 华青云为了自己美好的假期生 想要延迟两天 毕竟他们这次出门 也算是累得不轻 总是要休息一下 听闻 月剑星即刻展示他精湛的演技 呼唆着这次任务 一直是他在外面加班 师兄你一直在客栈里躺着 这可把华青云气得不轻 这次任务出力最大的明明是他好不好 在哭上一会后 月剑星发现软了不行 那就上硬菜 如果华青云不指点他剑法 他就把他们两个关系说出去 密记 小师妹一事 我指点你一次 在你领悟之前 可不准他叨扰我 切记要避人耳目 不然让众师兄弟和长老们看到你开我家 明天他保准会被切碎挂房檐上 这种事情 师兄你就放心了 我办事妥妥的 本就是傍晚的时辰 不一会就来到了晚上 月剑星凭借着打门棍 悄悄地来到华青云府上 可此时的华青云则是满领的元素 师妹你来了 月剑星都被吓了一跳 他师兄为何如此严肃 难道对指点他见到一事如此伤心 只是他完全想多了 而是华青云追的小说 魅修 全新测后天就要发布 都怪魔宗摧毁了清旭城 导致发布会被迫 买到了万个之外的云星城 想要买到带插图的限量吧 恐怕要连夜排队才行 所以他明天就要赶往云星城 今天的剑术指点 他只是分别 那么接下来 请使出全力攻击我吧 很明显这种勇敢的行为 把月剑星吓到 要是他全力出手 他师兄这谱底怕是要被斩成两半 华青云则是让他不要有所顾虑 想破坏他的房子 也要有他的实力 全这样 可就不要怪他 月剑星体内伦力开始废物 蓝色电弧浮现围绕剑体 这便是他的最强剑招 青云走骚 长剑高组 狂暴的灵力 与电弧在这片空间中咆哮 看着冲天而起的磅礴剑影 华青云也不只存在一只 好剑 只可惜对手是他 只见华青云看出左手 灵力缠绕左手 与月剑星的最强一剑 碰撞到一起 而下一秒 月剑星一羽为傲的一击 华青云之手便将其破解 剑朗地直接击散 随后冲天而起 去往月球 俗早嫦娥解剑 别看华青云同时只知道摸鱼百败 其真实实力 就算面对月剑星 凝聚了自身剑道的权力一剑 更是傲气无比的他扑通一声 双膝跪地 用满脸不可置信的神情 说出了那三个字 我拜了 华青云看着跪在地上的月剑星 则是满脸欣慰 师妹 世间万物 都绝非完美 剑法亦然 我只是找到了你剑法破绽之处 以灵力摧毁而已 只要你不断补足自身剑法的破绽 修行到极致之处 届时 纵然手持草木 也可斩尽日月星辰 华青云最后的一句话 也击碎了月剑星内心最后的骄傲 他加入青云剑宗二十余子 每日苦修剑宗 残雾剑道 虽成为了首席大帝主 但像一根草斩经日月星辰这种境界 他想都不敢想 华青云也没磨及 左脚用力一根 一块地板冲天而起 对华青云以雷霆之势 双指在其身飞舞 只是一会 蕴含着华青云剑道的剑痕 已刻在石板之上 只要月剑星将其参悟 足以让其剑道再上一个台阶 作为宗门的内卷之王 月剑星感受着石板上蕴含的剑道 只要有了这个大宝贝 他还能再卷顾门起点击 但华青云也是有条件的 这块石板绝对不能让别人看不 月剑星也没含糊 答应了华青云满脸开心 飞回府邸开始再次内却 文言华青云都不禁担心 自己这小师妹的身体 吃不吃的消 这个时间段回去修炼 还不得通宵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闭眼一睁就又是一天 但华青云却不能好好地躺平 为了他的小人书 还需要去一趟百万里外的云星城 就在他准备出发时 却被一件事情所吸引 只因他平时不喜欢出门的师尊 居然一大早就出门 只是古语刚飞出青云剑踪地界 脸色即刻凝重无比 倒有跟了我许久 不累吗 话刚落 暗处之人也不在藏桌 只见全身散发着血色凌厉之人 缓缓在古语情方下 他很好奇传闻中 古语堂主顿水无双 如今一件也不过如此 在看青来人后 古语凝重的神情 即刻转为恐惧 魔云踪踪踪踪 像爸 他也是自信无可 文言直接坦白 他在青云剑中的孤语 所以古堂主 你又何必拖延时间 自从发现相爸之后 古语就已开始积蓄进 他来向中主很自信 此次 这份自信 会让你步入死亡的深渊 剑阵开始显现 海量灵力聚集于手中长剑 出窍 面对着古语蓄力已久的剑阵 相爸此时更加不过 他倒想看看古语这剑阵 能否挡住他的权力一拳 林星成 华青云以后的摸鱼圣地 刚到此地华青云 脸上洋溢着喜悦 真是一个愉快的假期 只是小说发布会在哪呢 可下一秒 他脸上的笑容转为惊骨 只因他送给师尊的玉佩 里藏着的那缕剑气给处讽 以他师尊登仙境一成的修为 外加主说顿数 能让他遇到生命危险 最少也是登仙境四重修士 在剑阵里头 很明显不已败 还是败得特别惨内 就算加上华青云的一道剑气 也没能扭准的结局 看着手中碎裂的玉佩 无语也不禁响起 那是他徒儿华青云赠你 作为他平日观照自己的线 像爸可不想死于话多 只是他忘了 刚才已经说了两句话 华青云只是第一时间 用力度查清其玉佩位置 类似前世的卫星定位 只是把卫星化作自己 很快就寻到其位置 全身力量开始引动 低沉一分 青云露 这个向下落泉之时 即使得 风上网 在跟此消失后 地上的射向是重上的向网 别看华青云平时 都在宗门摸一摆摆 可当他出手时 你就会知道 什么是行走在世间的人形何弹 面对魔宗长老时 以绝世之姿将其碾压 在教导小师妹见到时 只用一句话便教会他 如何用一根草木 斩进日月星辰 当师尊欲显时 只是觉他 华青云在轰出一击破晓后 也是以最快速度赶到战场 只是刚才的一击 没有将对方轰杀 看来最少 也是登仙进四重以上修 不过他实在想不通 他师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登仙进一重景修士 可能会遭遇魔宗的顶级强者刺杀 所幸师尊成功逃走 那么接下来 就是他华青云的快乐假期了 看着云星城下方 排成一条长龙的人群 华青云也是一阵头子 没错 这正是华青云在这个世界的追求之一 我和我师妹不得不说的修仙之旅 小说发布会 这要排到什么猴年满月 好在他是幸运的 在书籍只剩最后一本的情况下 正准备收入怀中 这是一只小手派他一步 按赞了书籍上 华青云看向来人 他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一个美小师妹漂亮的野生女修士 所以他是不可能让步的 可很明显这位野生女修士 对自己的颜值很自信 当即就对华青云使用妹妹叫哥哥大 可华青云是什么人 区区美色 焉能入他法眼 果断拒绝 女修也是被华青云一句话直接破防 他引以为傲的美貌 居然对这个男人没有 那就只能看自身手段 看着两人没一个肯让步 卖书的小修士 敢忙却说两人 书真的只剩一本吗 不如两位道友你们协商一下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女修士 既然你我都不愿意放弃 不如就用公平方法 来一决胜负王 那就是猜拳 这是他脱神鸡门炼制的特殊灵器 有屏蔽神念短知的功效 只能凭肉眼去看 文言华青云也是用神念尝试了一下 的确无法用神念看透图案 在得到华青云肯定后 两人决定采用三局两胜制 随着女修士一二三的倒数 两人同时将灵器放到桌面上 有两位销售员帮他两人翻 随着玉牌翻开 第一局华青云输 华青云不信邪 拿过玉片再次检查一番 的确没有做过任何手机 单纯就是他运气场 所以第二次由他来看 不出意外华青云又输了 反而女修士则是露出一脸脚下 实际上就算他动了手脚 华青云看不出来 那他就不算作异 所以再见了 倒有了 不得不说这是很倒霉的一天 刚出门失尊被刺杀 自己好不容易排到最后一步 媚修还输了 买好茶子的华青云 正打算离开这悲伤之地 刚刚起飞下方 就传出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作弊 你绝对是作弊了 是什么运气 能让你连一二十局 很巧 被堵住的女修士 正是华青云白天遇到的老千 看得出这明显是惯犯 眼见说不过转身就不 绿水长流 后会有期了 而这次女修士算是提到铁板 两人中有着一位子俯三重大修士 眼见就要被抓住 连忙转身大叫哥哥 把正在出手的两名男修都下屈了 没错哥哥 正是在上面吃巴的华青云 此时的华青云轻金爆起 愤不得给他两刀 这不要脸的老千 还有脸叫他哥哥 两位道友 我华某人和他不熟 纯路人 下刀子的时候 记得多胡两刀 告辞 哥哥哥哥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第一次泄讽吗 所以白天你才全是出老千对吧 文言两位男修这才得知 原来华青云也是那一 今天他们路人双雄就要为名除害 听闻华青云只想这两位纯路人 下手力度大先 他还是很想念他的想说的 看到华青云不打算帮他 他哪能不知道华青云在想什么 如果华青云再不帮他 他现在就把小说撕了 华青云一直保证着能不出手 绝不装逼的优良理 但今天一部为美色二部为金钱 只为一本小人书 这种做大院种的感觉 除了前世体验过 他几乎快忘了 两位纯路人更是又惊又怒 一是华青云说不出手 二是他们的大招 被华青云担手轻松过几 当然华青云的脸皮 还能修炼到极致 不好意思说了声抱歉 即刻转头恶狠狠地看向女老千 输给我 可什么是老千 没八百个星眼都不好意思出来混 在华青云的注视下 身形随俗消散 没错 他华青云一天被同一个人耍了两次 没有再说什么 只有眼光千千而起 只留下了在风中凌乱的两位纯路人 但他俩的宝物 好像还在那个女老千手里 看着远离自己的云青云 女老千忍不住夸了自己一波 这些年的顿数没败脸 只是为等他稳住身形 一道狂风在他耳旁吹得嗡嗡作响 只要稍稍飞高点 就能和暴怒的华青云轻轻 为等他反应紧接着 又是哒哒让声 为了防止女老千再次跑入华青云 直接将他灵学封住 让其无法调动灵力 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公主报 你可真行 哪个左门呢 按照先宗修士法 在云青云招摇撞片 当封印凌厉七天 贬为庶民去打扫猪圈七日 这惩罚听着不是狂 但在女修士面前 杀伤力足以超级价 刚刚赶到的纯路人 依旧在风中凌乱 他们是穿越了 还是世界变化太快 一会前还在你追问 现在公主报都用上了 但华青云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什么怜香蜥蜴 绝世美人都不过是红走过路 哪能比得上自己的小人说 见状女老千也是认斋了 一手交书一手解锋 这灵石你收下吧 算是我向你买的 这波人情事故 他华青云细节直接拉买 不过他也是挺好奇 你自己的实力这个世界里 应该没什么能难过他的眼睛 可这女老千是如何作弊的 这话算是激怒了女老千 作弊简直就是对他技术的侮辱 他只不过是稍微用了一点点幻术 这和作弊有区别 不过华青云还是很好奇的 幻术这个东西 他还真没结束多少 居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他只是用幻术修改了的一点点认知 比如和华青云猜拳时 他只需让其看到书的结果就行了 话音刚落 修改认知这四字 开始在三人脑海中回答 修改认知 在幻术中 属于极为高深的手段 甚至牵扯了因果律 是概念性的律 你究竟是谁 居然你们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们 无奈幻术天公 月清武 纯路人也是没想到 他们被老千耍了一次 竟能遇到上海宗武 他们是云星城的真传弟子 墨云以及他的师弟白人 先前他们的宝物可以不再讨 只需要和他两人去云星山脉探宝即可 若是遇到危险月清武的幻术 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听到宝物两字月 清武双目泛起了异样的身材 可他身后的华青云 突然意识到什么 几天前 还是赤色鸿芒 不会是他瞎传送的魔胎吧 只愿是他想多了 不然墨鱼的日子 就可以和他说白白了 华青云作为修仙界的顶级冷溜 不论是实力 还是颜值 都是T灵级别的存在 直到遇到这个女人 华青云才意识到 他的防诈意识还远远不够 云星城酒楼中 华青云正在美美地品尝胜利点时 不知不觉就看到了最后一句 马上便能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可谓是颤抖的心激动的手 这是做一个疏敏应有的仪式感 可期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 看着书上嘲讽的语句 他华青云裂开了 是真的裂开 一天同时被一个人守了三次 瞬息间恐怖地修为 威亚细卷整个酒楼 华春一号的 这次他就算踏平整个云星山脉 也要找到月青 此次的云星山脉 月青武则是浑然不知 还在和两位纯路人快乐的训练 而妖兽在他三人的配合下 根本够不成威胁 很快就倒在白毛路人脚下 结束后更不忘吹上月青武一波 为了和上古门宗打好关系 这波细节他可谓是拉满 而且很适用 此时的月青武 都有点飘飘然了 但他的顾虑还是有的 他们进入云星山脉 多快一个时辰 真的有秘宝在里面吗 如果按路人兄的记忆 肯定不会错 那件赤红色的秘宝 就在赤芒落点资金 可多了一个人就不样了 魔宗的长老 比他们三人先到一步 再给他几个时辰 就能取走过太阳 到时候他的领导 可并会再次讲一讲 突然魔宗长老 察觉到了灵力波动 更是用秘法 观测到了月青武三人 以他子辅七重的修为 杀这只最高修为 只有子辅三重的队 简直不要太轻松 但身为宗门天骄 身上或多或少 会有些宝物 召唤血肉魁 不怕处理不干净 可这次不同 他可是有备而来 随着魂灵的摇动 一股阴暗且诡异的气息 开始浮现 最后化作一道漆黑身影 往月青武三人方向飞去 这三只活祭品 他就收下了 而正在赶路的月青武 突然感觉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不然他便听见了 路人兄的警告 的确有什么东西盯上他 只是那东西速度太快 刹那的 人便远不息 随后便是莫老 而这也是仅仅只用了 一远不道 就将两位子辅子修饰谋杀 仅剩下的月青武 但下的直哆嗦 紧接着身后翼冷 一股眩晕感袭来 凤然倒地 如此可爱的玄鹰神兽 却被人踩到地上蹂躏 好在华青云及时赶到 看着周围枯萎的树木 华青云也不经重备 但这里却没有打斗的黑机 随后 很快就发现 那树龙中隐藏的东西 在即将要被攻击时 双目 以自身强大神念 将来袭身影 怒喝一声 飞雾散去 只见一只洁白柔嫩的小手 握住一根小铁棍 在空中颤抖 其主人大大的眼睛 有些害怕地看着华青云 华青云凑近仔细打量一番 你不能说话 后者疯狂点头 询问中华青云得知 月青武三人还活着 立马让其带他去救三人 如果不带我就惩罚 突然一股幽暗在你身边 显现传出政治灵声 仿佛是来自幽农地狱的意义 让小玄鹰恐怖 泪水不禁流出 下一刻不受控制的往前方飞去 突然的变故 让华青云一时没反过 凤魂灵 师尊说过 这是一种将生灵 灵魂封存在灵中 施以阴毒诅咒的形象 眼中杀一副线 又是魔宗的人吗 此时的魔胎魔气营绕 链接着月青不开 魔宗长老 手中凤魂灵不断摇摇摇 背后一脚 玄鹰受祸膛 小玄鹰半的身子都陷入泥土 你若有想逃之心 老祖我自可以用百种方法 让你生不如死 那修士现在在何处 老祖我亲自将他抓来 发音刚落一道冷漠的声音 便在他耳边响起 不用老祖动手 我这不是来了吗 等他转头看去 只见华青云浑身灵力涌动 杀气滔天 原来是邪云老子 第一集就被我灭杀肉身 如果没有高人相助 你现在根本不登场 瞬间一道耻辱剂 在脑海中流行 那是他被划青云碾压的场景 法力分涌 反手就是一击 但这种攻击 划青云压根不当一回事 胆手微微发力 就像攻击发金 满脸比喻的看着邪云 我说老祖 你怎么还是那么惨 听闻邪云轻轻爆起 随后又看向地上的玄鹰神兽 手中凤凤云疯狂摇动 起来给我把这个家伙杀了 不然一到剑盲袭杀了 将那只摇晃空魂灵的水壁掌 瞬间邪云的惨叫声 响彻这根空间 华一 划青云周身剑袭 将地上的空魂灵掌 吸碎 以后 你不用当他们的鬼类 满脸心痛地看着小玄鹰 自由了 突然下线的邪云 强制上线 玄鹰 你敢 就算没有空魂灵 你也不能违抗我的命连 不然那位大人 会有他肯叫我 一到红号 从他脖梗处罚 小玄一把扑到华青云怀里 呜呜地大声哭了起来 这让人怜惜的模样 让华青云想起那道不美好的记忆 前世他就是这样 被资本压榨剥削 直最后猝死 谁知邪云的生命力 比小强还强 用谨慎的左手砸向大地 血渊玉照阵 紧接着 一到暗灰色的虚影 在空中凝聚 居然的身躯从血洞中爬出 扣起魔王大人出事 杀死这名羞逝 华青云面对着那巨大身影 常见出草 见名声响起 一到巨大人出事 一天而起 巨大人报告 当烟雾散去花青云 从而里 见你缠绕周深 紫色魔王还没来得及 说出自己 身躯就被剑的刺身 彻底消失在华青云身心 看那一旁的邪云 满是问号 华青云一个每天 在宗门摸鱼百滥的人 却有着一个 让人羡慕的可爱小师妹 面对敌人时 无论杀意化作实质 面对师兄时 憨憨可爱不知献傻 多少道理 如今只是在城里度个价 都能捡到一只 楚楚动人的神兽 而代价则是强行加班 今天说什么 他都不会放过这个老子 绝对华青云 黄暴凌厉 在指尖凝聚 看着真没打算 留守的华青云 斜云大叫戳得满灯 但回应他的 华青云的修宪 可爱不得不好 真难忍 随后瞥了眼 一场三人 不得不说 这三个掉毛运气 太棒 但来都来了 也总不能把这三人 扔在这光山野里 刚醒的月轻舞 看着华青云眼中满是惊讶 他现在脑子很乱 刚想问清楚 刚才发生了啥 一边突起 狂暴的魔器 从华青云背后喷一火出 其中夹杂着我 此时的斜云手握 魔胎周身魔器喷一 华青云的突然一件 差点将他灭杀 好在自己手速快 及时寄出法骨 而现在 要死的人 只会是他华青云 瞥了斜云一眼 华青云满脸嫌弃 真是打不死的想象 虽然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一件不行 那就再来一件 面对着华青云的凶武剑 斜云则是依然淡定 手中魔胎 闪向剑光 现在的他 可比华青云强多了 剑芒对魔光纷落 一张血色的巨大鬼脸 向他们二人 袭杀二人 不等月轻无几人多想 就被华青云送出了战场范围 单手握剑迎向魔器鬼脸 强游华青云也被震推半步 这一点也不可学啊 刚刚这货还是子辅七重 现在却升到了 灯仙境二主 当他看清协云面容时 恍然大悟 你额头的那东西 是上笔密宝 通天玉吧 古迹曾记载 树干万年前 有人拾取此通天玉 以灵力激活后 秀为大长 成为一位大能 称霸一方 但仅五年之后 便受缘好劲亡 而后的阎武至尊 剑仙子 威元道人 凡是获得了通天玉之人 无异能性 虽然他不知道协云 从何处得到此物 但天地万物 皆遵守大道 说着便从怀中 掏出一面铜镜 扔比邪云 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 不要被假象蒙蔽 此时镜面中的邪云 苍老木 只有没心处的那颗宝石 散发着妖艺的红光 这便是代价 那上古蜜宝 只不过是一尊 榨干你兽元的恶魔罢了 他甚至帮邪云 偷偷开了门 可此时的邪云 早已封魔 这就是理想 与现实的残酷差距 足足八百年的兽元 说没就没了谁受的 看着已完全失智的邪云 华青云不再多说 长剑龟翘 灵力凝聚 只为将邪云一箭斩杀 感觉到杀意的邪云 浑身魔气 动将脚下大地 寸寸撕裂 化作一道鬼 往华青云袭杀而去 华青云 长剑也是平时出窍 青云剑绝 拔剑是 但华青云脑海中的场景 并然出现 他反而被魔胎击伤 此时的邪云生命 修为已到达灯仙境 看着空中 被魔气包裹的苍老身影 华青云又看了 自己胸膛的封印 突然两道金色光珠 向邪云袭来 出手之人正是小玄云 但此时的邪云已经克命 攻击速度之快 让小玄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好但华青云及时倒下 你这个小家伙居然还不走 就在他分神之际 邪云手持魔胎直击 华青云面目 刚想把封印解开 可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魔胎即将击中华青云时 熟悉的声音 在他耳探响起 只能躲开邪云的攻击 在这 遇到恐怖光珠从天而降 将魔光风散 月青云看向天穷 小嘴不由微诚 此时的华青云封印 被指开 风阂有比的凌压 过散四方 华青云 宗门长老眼里的吊车 每天不是摸鱼板 就是当着师妹的面 看小人书 但他所不弱 光是处于修为封印状态 便能对子府七重的魔宗长老 进行绝对拟 当师父遇见时 只是写开了一点点封印 可现在他自身的封印 被魔宗老土 邪云燃烧寿命不再 强行过程 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 开始在华青云身上流出 仙道符文缠绕周身 这是属于登仙境之上行 可此时的邪云 早已被通天欲扰乱心神 不知恐惧为何物 尽急着向华青云冲来 剧烈碰撞声闲起 邪云双眼瞪大 冷汗直流 因为他的权力一击 华青云仅用两根手指就挡住 就连下方的月青舞 都不禁流出一跌遗憾 要知道 这是登仙境 武修士的权力一击 华青云此时双眼 默视着下方邪云 又将封印扶指贴上一击 对付邪云这点灵力 已经完全够用了 在这股浩瀚的灵压下 邪云虽本能地开始发抖 但此时依然站起上风 手举魔胎魔器狂蜜 欲将华青云撕碎 然而在华青云封印解开的那一刻起 邪云的失败早已注定 金色灵力缠绕阵 这便是华青云的绝杀一击 青云剑举 苍蓝 巨大的宝座 今晚整片空间 下方邪云宛如蝼蚁一般 没有任何所谓 邪云的身躯与神魂 被那一件彻底的面 只剩下了飘色在空中的魔胎 通天玉 打完收工 华青云穿上衣袍 满脸平静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可这一幕有个人失望不掉了 月青云看着天穷上的华青云 气息立马回到了林宫镜六重 刚想收回眼神 就被通天玉所吸引 不知为何突然间 他感觉好美 就在月青云即将触碰时 一道声音在耳旁响起 我劝你还是不要碰他比较好 在月青云的注视 下华青云除物带显化 将通天玉吸入其中 自己刚才是被那玩意捕过了 没错 这东西邪门得很 小星与邪云一样 被细肝受缘 看到战斗结束 小玄英即刻来到华青云身边 被月青云一眼认出 当时就是你这家伙偷袭我 见状华青云赶忙将他拦下 他叫玄英 本无害人之心 只是被魔宗的控魂灵控制不得了 华青云摸了摸小玄英的小脑瓜 好了 你安全了 这下可以放心走 要小心点 别再被坏人抓到了 知道了吗 此情此情 把月青云看得心痒 女孩子都喜欢可爱的事物 看来自己以前是看错华青云了 见状华青云强势出击 既然如此 那你把小人数的最后一页给我 月青云安骂了生殖男 还是老老实实的 交出了最后一页 华青云也忠实如愿以偿 整个人此时愚愚无 但还是麻烦了一下 月青云别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又看向了一旁的魔胎 这玩意 还是带回踪拥女孩 至于云心踪的两位兄台 就交给月姑娘照顾 这话 把月青云气得牙痒痒 自己又不是他们的保姆 就在华青云即将接触到魔胎时 一直由星辰勾勒而出的大者 从虚空中探出 这比魔胎长急 可不能让你拿了去 华青云也是第一时间 感受出剧长主人 也是一位登仙境的高手 青云见宗华青云 哼 我记住你了 放完狠话 便立即遁入虚空之中 至于华青云为什么不追上去 原因很简单 第一 大家伙实力很强 不好对 第二 回收魔胎长急 也不是我的任务 第三 现在是我的休假时间 月姑娘 有缘再见 头也不回 只留下在空中凌乱的月青 作为21世纪的优秀青年 华青云终究没顶住小萝莉的诱舞 在解决了邪云后 华青云也是全力赶往青云见宗 刚才那道虚影 他能感觉到很强 除非他将封印揭开三分之一 否则自己也不是对手 但现在魔宗猖獗 连世尊都中了来 那比魔胎长急 更是魔宗势在必得之物 自己就算出手将魔胎抢回宗门 恐怕也只会引发更大危机 这已经和自己理念起冲突了 毕竟他可是指望的在青云见宗养老 突然风起了 还挺大 来者不是别人正视小萱音 看着眼眸中带着泪水的小可爱 华青云瞄懂 你是无处可去了 想跟着我 听到华青云的话语 小玄英连忙点头 小手更是紧紧地抓住华青云衣摆 华青云也不是硬行长 得到华青云的同一小玄英 一把抱住气脖梗嗷嗷嗷大哭起来 华青云顿时就觉得自己赚大 回来的路上白捡一头神兽 还好在旁人眼里 小玄英只是一阵风 倒是省下了他不少 以后有机会 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说话的问题 而前方就是小玄英以后的家了 唐主他怎么样 身上多处骨头碎裂丹田乳脏 皆有受损这般伤势 若再往回来半个时辰 纵然是神仙下满 也难以救护他 好在他已使用了回天造化丹 目前性命是保住了 虽保住了性命 但谷语唐主就算是救回来也是废了 必须要向联盟讨要不说话 先宗联盟秘境 优越境 久到虚影坐落在空间内 而这场会议便是由温健发起 子灵宗宗主 子轩道人 登仙境四重 他率先开口 不知温老弟 是想商讨何事呢 温健交代了一下 之前青云州一城池 被魔云宗修士 祭练为一颗血破珠的事情 还有魔云宗长老莫轩 练执出了赤裂魔兵的魔态 随着温健将事情一件件说出 现场气氛一事无理 可前些天 他收到指示 刻意派了谷语唐主 亲自送血破珠去联盟 随后他就被魔宗修士偷袭 血破珠被抢 并全身重伤 盗机受损 在场之人都是一宗之主 没有傻子 看来联盟宗定有命 太虚宗宗主 云游 灯仙境九冲 今日起 还请葛宗宗主仔细排查 自家宗门流于联盟之中弟子的情 防止有人和魔宗暗中勾结 并速速搜寻偷袭谷唐主之人的线索 除此之外 各大宗门需将自己管辖之州的魔宗据点清理干净 魔宗修士已经发现 立刻通知联盟为警 温宗主 这样安排 你可满意 听闻温剑双手抱拳 若各宗能够认真落实此事 在下自然能够接受 此时一道火焰身影 沉申开口 说到魔宗 刚才他得到真传弟子传音 他们与我云星周 云星山脉之中 遇到了魔云宗长老 一一邪云老祖 云星宗宗主 云玉轩 登仙境四重 他们被那邪云老祖偷袭 抽干了灵命 命悬一线 然而那邪云老祖雀手直上古命 空天玉 耗尽自身兽 最终在唤星天宫的弟子 以及一名叫华清云的修士 连神之下 将其灭杀 话音一落 华清云三字 狠狠地敲击着温剑心神 他是宗门里的百烂王 平时不是躲在角落看小人书 就是逗自己的憨憨小师妹晚 可没人知道他的实力 早已超越这个世界 只是解封三分之一的修为 便可斩杀此界最强的 登仙境九重巅峰修士 为了不暴露修为 在清云剑宗继续摆烂 他将眼计拉倒满极 想不到还是百逆一说 今日被云星城主 告知自己宗主 他与一位女子联手 斩杀了一只魔长老 文言文件都有些猛逼了 华清云是什么货色 他还不清楚 火腹的辣鸡一个 修为只是灵宫镜六重 魔宗长老最少也是子辅镜 他都不过人家一个屁动 应该就是在一旁划水 到时候自己会去问 此时登仙境八重的 星天宗宗主 苏星觉得最近魔宗行动 过于频繁 为了激励各宗弟子的成长 他将在天骄盛会 做出一点规则上的改变 自己也将此物 作为天骄盛会首席的箱子 看到苏星手中之物 有意见的众宗主 纷纷扎舌 而此时的华清云 啥也不知道 兴高采烈拿着丹药 看望自己师尊 谷宇随面色憔悴 但眼神中满是欣慰 多亏了月薪仙子 现在只需静养几日即可 见状华清云打开了 手中宝贝箱子 里面不是灵丹妙药 乃是他精心培育的茶叶 配上上好的灵泉水 一杯有着恢复灵力 温养经脉功效的灵茶就好 看着满脸笑意的华清云 谷宇接过茶水吸瓶 好茶 随后话锋一转 清云 你若是能将弄这些花花草草的时间 用去修炼 如今也不会只是灵宫镜六重 要知道在真传弟子中 你的修为已是垫底了 面对着自己老师傅的咒语攻击 华清云也只好释放出 灵宫镜八重的气息 此情此景 谷宇惊喜不仅 可突然想到了什么 面色顿时严厉无比 没错 正是月见星 你看看你月师妹 他才修行多久 如今便已经踏入子府境 情节很快就进入了 师徒有爱想俱成 看到谷宇还想继续施法 华清云转头就跑 但还是被叫了回来 因为他怀疑自己这好徒弟 隐藏了修为 或者是封印了名利 不然一枚玉佩 如何能重创一位灯先进强者 我要是隐藏修为 是我在秘境中的一处宝箱中捡到的 我感知到玉佩上有不凡之气 就借着师尊受成的契机 将其送给你 谷宇无奈一笑 竟然误打误撞捡到个宝贝 救了自己一条老命 夸得华清云此时尴尬不语 就在他转头之际 一道汹涌的气浪席卷而来 房间中音爆声 响彻整片空间 华清云脸都黑了 现在的人都喜欢完这个套路 谷宇乐呵呵地收回了手掌 要不是上次被月见星套路了一次 自己还真要报 而华清云不知 他的小人书不偏不倚地 掉落在谷宇面前 眼看着谷宇将手伸了过去 华清云不想再射死一次 一瞬间爆发出百分之二百的手速 满脸羞红 这是弟子平日里的一些小消息 可反常的事情发生了 谷宇摆了白手 让华清云退下 华清云满眼疑惑 这次竟然没被骂 只是华清云不知道 他走后谷宇将枕头掀开 一本一摸一摸的书籍安静的袋子 谷宇也没想过自己徒弟 眼光这么好 竟然会看自己写的书 他是宗门里最会摆烂的男人 就算有着覆灭一阶的实力 依旧选择在宗门 做一个能按时上下班的废物师兄 此时宗门大殿中 众长老听到这次天交盛会主办方 竟拿出最后一玉尘天地的坟种钥匙 作为圣者奖利 纷纷扎舌 谷宇更是浑身颤抖不已 玉尘大帝 那可是五百万年前苍原界的第一人 原济后留下无数绝顶功夫 后人在九游海域发现了他的坟家 旗内蕴寒恐怖禁止 想要打开须得凑个五块钥匙碎片 迄今为止被发现的钥匙碎片已有四块 只要能拿到这枚钥匙碎片 到时候坟种开启他青云剑宗 也能分得一杯羹 因此这次天交盛会我青云剑宗势在必得 必要争那投名之位 一周后就要宗门大笔的事情 很快传入每个弟子耳中 让本就内卷无比的宗门风气 直接加重几分 然而有一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 在竖脚下睡午觉的华青云拿去眼罩赶探着 这才是自己熟悉的宗门 至于丹药法宝什么的他早存好 华师兄随着声音的响起一道身影 在华青云后背探出 魏人师弟你怎么还在这 不去买点丹药服录吗 有华师兄你教我的内招建策 我何须其他手段 华青云虽听得心里高兴 但师兄的本质工作还是要做的 天外有天 你可不能因自满而在战斗中大意落败 华洛 魏人给华青云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此次大笔 我有信心拔的内门弟子投筹 根据规则 前三名将可挑战真传弟子 若挑战成功 便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新师弟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听闻有很多内门弟子排着队要挑战华师兄你 很明显魏人没听出华青云的真正意思 他还巴布的有弟子挑战自己 然后假装输掉便回内门弟子 到时候他的朝九晚五生活只会越来越轻松 看到一脸猥琐的华青云 魏人顿时崇拜无比 不愧是华师兄 面对其他师弟们的挑战 根本不慌 就在华青云幻想着摸鱼大忌是忽然传音足量 青云来流云堂找我 告别魏人后 片刻间华青云就到了自己师尊门房门口 还没等华青云发问 古语率先开口 关于这次的宗门大比 他对华青云有一条硬性规定 必须取得前二十的名次 马沙卡 难道我的实力道路了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古语看着自己这个弟子真是气不打一出 我青云剑宗真传弟子 共有五十五人 青云你只要认真起来 踏入前二十 可谓轻轻松松 面对询问华青云立即进入影帝模式 师尊 我要真有那个本事 怎么可能现在还是垫底 看着华青云当着自己面海眼上了 青云 你可还记得我是为何收你为徒的 当时你在擂台上施展的那一道剑气 为师现在还记得 其中蕴含的剑道丝毫不亚于任何真传弟子 文言华青云顿时懊悔无比 当时自己就不应该守剑 原来是这件事露出了破地 然而作为影帝的华青云 如果连自己都骗不了 怎么做影帝 师尊 那一剑真的纯属偶然 就算现在您让我再放一剑 我也绝对无法复制 文言古语脸色一沉 你难道想拒绝为师 为了能成为那门弟子 更好的摸鱼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 他华青云也做不到 看到自己徒弟依旧明顽不灵 一本粉色书籍瞬间 被古语重重地拍在桌面上 看到书籍的华青云 脸上浮出了羞红之色 难道师尊也是 就在华青云还在想路飞飞时 古语把书籍扔给华青云 让他仔细读的 作者 于古 于古 一道想法悄然出现在华青云脑海中 师尊 这书是你写的 收起略微的尴尬 古语从怀里掏出了一打纸张 这是还未发售的第十二卷原稿 此时的华青云虽还在被羞耻心所占据 但听到师尊的话后 猛的一激灵 师尊 你告诉我这件事 该不会是行 话落 书籍再次飞回了古语手中 嘴角勾起一拥笑语 你要是没能进入前二十 我下本书就把女主小师妹写死 男人本是站在一届顶顶的绝世剑修 以灵弓进六重的修为 一剑披衫断了 一剑斩杀四季颠峰灯先进行者 华青云由于前世过渡 九九六当场猝死 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爱好 甚至超过了某位憨憨师妹 你如果没能在这次宗门大笔中获得前二十 我就把小师妹写死 华青云顿时被吓得魂不守舍 小师妹可是他最喜欢的角色 没有之一 师尊 你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决定角色的命 你对得起广大说明吗 古语此时眼里充满了冷酷 顺便再让主角的师姐嫁给别人 暴击再次来袭 华青云感觉比别人当着他面强吻 自己老婆还难受 这可是他第二喜欢的角色 师尊 你好很不安 不然智慧之神给了华青云一个大笔道 哼 师尊 你就不怕我把你写小说的事告诉给宗主 面对着好徒弟的威胁谷语淡淡开口 那我就让主角的青梅竹马 当着他的面被杀死 在华青云露出破定时 无意被谷语精准难念 但你若能进入前二十 我不但会善待你喜欢的诸位角色 还能给你景先观看特权 顺便送你几本点藏版的书和插画 华青云此时体会到了什么是师徒之间的羁绊 从他进入自己师尊闺房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曲天 唐主找你 看着华青云如愿赴过村口的背影 曲天还是老老实实地进入了谷语闺 此时的谷语怀揣着笑脸 他找曲天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让他去隔壁镜顶峰通知一下 还在闭关中的月见星 下的星期有宗门大 月师姐 刘云堂曲天求见 本以为月见星还在闭关中 却不料一点的一起 黄泰的建议将大门直接轰开 其强烈的钢峰在曲天施展全力才堪堪捅下 随后快速冲入庭院中 看到了漂浮在空中的地板砖 感受着壁板砖上的恐怖剑意 曲天全身忍不住一哆嗦 浑然不知一道杀气腾腾的身影来到了身后 看见了 感受到了身后杀意 曲天颤颤巍巍的扭过脑袋 月师姐 我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是刘云堂内门弟子曲天 奉堂主之命 特来告知天交圣会即将到 请月师姐参加宗门大门 听到是刘云堂的师弟 月剑星瞬间换领 原来是华师兄的师弟 你在我这里 什么也没有看见 对吧 在月剑星的注视下 曲天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静影风 月剑星看着那道慌张跑路的背影 小脸上露出忧怨之色 太专注于练剑了 连有人进来都不知道 随即又想起自己华师兄的身影 嘴角勾起一门笑 华师兄真是太厉害了 这些日子 我感觉对剑道的领悟又更进一步 若是现在让我从那莫轩手下的血魁进行战斗 我能够在三剑之内将其枕 比起把内卷当作乐趣的越剑星不同 华清云现在想起自己师尊那胜券在握的臭 就气氛不如 好在这次大笔可以用灵宝 如果再用剑道肯定会再次录出破定 最后被宗门压榨 有了这些东西 只要稍加设计 赢个几场还是轻轻松松 忽然刷斜云时掉落的通天玉吸引住了他目光 感受到华清云的注视 通天玉表面泛起妖艺的鸿芒 触碰我 我将给予你想要的所有东西 只要将灵力注入我的体内 我可以送你通天造化 无上修为 凡是你想要拥有之物 我皆可将其带给你 然而这些话语 让华清云感觉到智商这方面受到了侮辱 可通天玉依旧在自顾自的说着连插话都没有的诱惑语句 让本就一身气没得发的华清云直接爆发 再逼逼 我就找块锥子 给你压砸了 谁也没想到通天玉比华清云还急 看着漂浮在半空中一闪闪的通天玉 华清云露出一丝好奇之死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忽然一变 妖艺红芒大圣 本座乃魔界天魔 通天大人 男人以凡人之躯游离天语虚空 一念之下见之大道可振通天神魔 自爆家门的通天玉高傲无比 华清云却表示通天大人什么的鸭根没听过 直接给通天玉套上将之罢 放肆 本座当年随魔主一同降临此界 魔主离去之后 本座便留在此界 论地位 而等苍原界的修士 全都得尊称我为大人 李仪的神情出现在了华清云脸上 哦 原来是没气子啊 话落 通天玉极辣 竟敢侮辱本座 有本事将灵力注入这块通天玉中 本座定要当面教训你 华清云嘴角微微扬起 这么说通天玉里面有一个秘谱空间 怎么 小子难道你不敢进来 那就不能怪自己 只见灵力聚集清点通天玉 华清云笑意更浓 有何不 华清云就来到了通天玉虚空 真蠢的人族 竟然真的进来 华清云则是满脸嫌弃 我说你长得也太寒准 连个身子都没有 放肆 无奈通天摩尊 而等人族废物 别敢和本座这般说话 怎么又敢人叫摩尊了 少废话 天摩是种族 摩尊是职位 通天大人是尊称 华清云不仅 怎么这么复杂干呢 既然你通体呈现主色 又是天摩 那就叫你子摩好 通天不由的一路 不好好叫他名字就算了 还给他取名字 给我叫通天大人 华清云阴沉一笑 好的子摩 哼 你也就只能嚣张这一回 本座乃是这方空间的主宰 你以为进了这里 还能随意出去吗 那要如何出去呢 面对华清云的询问 通天阴险一笑 其一 是得到我的许可 但就凭你这态度 放你走那时绝对不可 其二 便是和我交易 财富 美女 地位 修为 你想要什么 这不就是宝石百神灯吗 华清云瞳孔闪烁着金光 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你能让我偿命百岁 一辈子摩云吗 得到子摩不能提升寿命的答复 华清云翻了翻白眼 却 废物 为了能顺利完成交易 子摩忍住发怒再次询问 华清云瞄了一眼紫云 或者 让魅修多更新几本一次性 让我看的时候 随即便当着子摩的面 在怀里仔细摸索了情 这是这本书 顺带一提 我的师尊是这本书的作者 子摩顿时大怒 这不是纯纯耍自己吗 他要真能无视一切实现愿望 早许愿自己出天无敌 回答他的只有华清云的笔意 你也太废物了 就这么简单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不了 话落 子摩再次大吼 开始叫嚣 听着子摩的垃圾话 华清云已经忍无可忍了 瞬间凌厉具像话 紧紧地握住子摩 将紫色大脸捏到你去变形 居然能触碰到本作的灵体 华清云没有理会子摩询问 有了你的许可 就可以出去 对吧 但子摩表示依旧不慌 宫义鼓力量正在疯狂凝聚 那可真是巧 关于大道法 我正好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 大道法则之一 剑之大宝 不愉快化清云出现在了自己庭院内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还有意外收 一分钟前 空天玉须空中飘浮着一件件宝物 清云大人 这些法宝可否满意 他是宗门人静皆知的吊车尾 宗门长老唾弃他 比他低级的那门弟子看不起他 更是以击败夺取他真传弟子之位为目标 如今宗门大笔再次来临 这次大笔和往年不同 战斗中服录 丹药 灵宝义或是阵法等外道 皆可使用 你们所需要做的 便是击溃对手 取得更高的名次 但不管是谁 绝不可故意伤害藤门 我等各封堂主 以及各大长老皆会关注着你的战斗 防止有弟子因此受伤 那么接下来 将由那门弟子先行比试 很快天空中聚集出了一张张玉牌 分别是甲义丙丁 然而算是华清云半个福地的新卫然 拿到了第一梯队的甲义与牌 时间飞是黄昏来临 下面有起 月灵堂 杨太 以及 封灵堂 新卫然 内门弟子最终比试 现在开始 华清云看向台下的两人 已经快要结束了吗 不错嘛 卫然师弟竟然真的挺进了决赛 那台上的两人 开始了 这次骚风 月灵堂的杨 是零公进五层的修为 盖过了卫然师弟一口 虽然境界大意及压死人 但卫然师弟的剑法是惊妙 看 显然他已经领悟出了一缕剑意 我只是简单地教导了新卫然几招剑法 他便能有所领悟 进展到如今的地步 天处绝对不低 如果表现得好 很有可能被封天亮堂主说为真传地 经过几次的试探 杨太决定不再有所藏桌 新师弟 让我们一招定胜负吧 由于境界上差了杨太一程 新卫然更显疲惫 好 我也正有此意 只见杨太只见出现一张附路 悬浮在胸膛处 化作一道道灵力闪电融入气体 巨魂燃气符 四品灵符 可短时间内燃烧自身的灵力和灵石 激发出最强的爆发力 杨师兄竟舍的用看来也是下了血 新卫然也是有底牌的 一颗丹药出现在手中 一口吞下 片刻间周身云也就出现了暴动 暴气丹 虽说只是三品丹药 但就功效上来说 也算是巨魂燃气符的完美瓶体 此时对面的杨太已经完成了蓄力 月灵剑 关月 新师弟 小心啊 新卫然没多说一句话 她的剑决已然以蓄力完毕 封灵剑 银龙 弟子一栏两种能量开始激烈的调光 灵魂静修为真当可不如斯 全力释放的一击来得快去的眼快 随着烟雾散去 新卫然单膝跪地 满是不甘 但还是说出了那三个字 我败了 我只不过是赢了几尊灵力绵长吧 若师弟和我境界相当 我必败无疑 得到对手的肯定 新卫然散去了脸上的不甘 随后又想到了华清云 如果不是华师兄的指点 他穷尽一生都无法对见到你这般人子 内门弟子大人 到此结束 优胜整围 封灵堂 杨泰 两人的笔试文件也是尽收眼底 真是两个好窍子 一个根基扎实 一个天赋过人 他们两个都有成为真传弟子的资格 不过在此先麻烦月星仙子 作为宗门里医术最高超的仙子 月星只是随手一挥 红色灵力笼罩两年 瞬间伤势以及所耗的灵力便可以输入 一旁的内门长老 见杨泰伤势已经恢复 杨泰 你是此次内门弟子中的投名 按照规则 你可以优先挑选一名想要挑战的真传弟子 若能击败对方 便可代替其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都不需要过多考虑 我选择 刘云堂 华清云 这是华清云意料之中的事情 谁让他明面上只是一个零公斤六重的小菜鸡呢 相比看热闹的重弟子 细未然是知道华清云实力的人之一 杨师兄 你保重 华清云看向了对面的杨泰 面容上依旧保持着和善微笑 他明明可以靠修为镇压一个大技 却隐藏修为选择躲在宗门整片堂 更是长老门口中的反面教练 如今宗门大笔举行的第一天就被轮靠挑战 欲将他拉下真传弟子之位 取而代之 华师兄 我很早就听闻过你的大名 华清云坍匀一笑表示荣幸至己 奈何华清云在宗门所作之事 哪个弟子长老不知道 他们都看不起华清云 作为内门弟子的自己 每天都在为真传弟子之位而努力 而他华清云不好好修行 每天都在朝九晚五的墨语 少年叹息一声 因为他猜到了后面的台词 说白了就是嫉妒自己 当然也有为宗门感到不止 让一个懒鬼做了真传弟子 如今作为内门第一的杨泰 终于有机会将他这个废物拉下马 我会打败你 成为新的真传弟子 没想到我只是朝九晚五 就如此遭忌恨 那师兄只能拿出 所有宝贝与师弟一战 数十张服录的防御瞬间完成 杨泰士大力臣的一击 仿佛披到了一座大山上 就连一点他来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此等行为立即引起长老赤子 作为清云剑宗的真传弟子 不用剑斗 用服录 尤其对手还是自己的师弟 真是丢进了宗门脸面 文言古语选择第一时间护犊子 剑道是重杀法 难道就不允许有防守之心 既然清云选择了这么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只要能赢得胜利 这又有何不可 比起台上的蛇战 比舞台中的杨太后牙槽都快咬光了 华清云这种行为 不但侮辱了宗门 更是对不起他的日夜努力 作为师兄不亲自与他比拼剑斗 这一行为和王八又有合一 感觉的确不妥的 华清云打算一死一死 比如两指接白刃 那你 杨泰一时满脑问号 华清云则表示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恳请 那我就给你一个 与我正面交锋的机会 相比其他观战的师兄弟 欣慰然心中默哀 杨师兄您一路走好 作为见证双指接白刃的当事人 直接向华清云道歉 以表原先的无理言语 后者黑黑一笑 表示这种小事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才怪 瞬间一张黑气缠绕的符露 出现在华清云手中 这是众弟子没见过的全新款式 为了接这张符露 华清云当时可出了不少力 随着灵力的灌入 符露开始分化 满天火焰熊熊燃烧 杨太初见可谓神速 瞬间便斩出树道剑起 本想将火焰尽数斩灭 奈何高看了自己 不理会杨太脸上惊恐 华清云抬手往前倾斥 去 夺夺火焰化作烈焰长蛇 朝着杨太袭来 面对如此困境 杨太甚至是躲不掉 狭路相逢勇者胜 真血洒落手中常见 血色气焰亦有焚天主海之事 奈何比起华清云的烈焰长蛇 不过是初春又牙 一碰即使 剧烈爆炸过后 一道赤裸身影飞出擂台 此时的杨太 赫然成了华清云的艺术半生品 可得一众女弟子面色羞红 也死死按住了 想挑战华清云的那门弟子 比舞台上的翩翩少年 只想着会不会给师弟 留下难以忘却的心魔 他是诸天万界中 杀力最大的剑修 实际在光阴便以修成 搅握法则的陆地境先 然而这样的他却依旧 被宗门众师兄弟看不起 原来少年由于前世过渡996 当场猝死 这一世他只想朝九晚五暗时摸鱼 便将一身滔天修为隐藏 为了不暴露修为 宗门大比试不惜 把自己藏在俘禄组成的龟壳中 虽说最后赢得了比试 却引来了宗门长老的怒 不等其他长老斥责 身为他师尊的古语率先询问 华清云最后使用的攻击俘禄是何来 这个问题他早在借宝贝那天就已想好说辞 弟子曾经在某处秘境之中 得到了某位前辈的传承 这才领悟到了这张百炎龙斧 福传本身所能释放出的威能 和弟子的灵力息息相关 虽说众长老逼格挺高 实则眼见远远比不上 成就陆地见先的华清云 居然大家都看不懂 必是上古传承 就在华清云以为结束时 一道怒喝在耳畔响起 华清云 懂堂主 有何指教 身为我清云剑宗的弟子 你所使之道 却皆为福道阵法 未免有些圣之不武吧 华清云则不以为意 这又有何圣之不武 既然此次宗门大笔 不限制使用任何外务 那弟子的这些手段 便在规则允许之中 冷笑道 莫非董堂主 是在质疑宗主所定下的规则 刚开始阴阳华清云 就被温健一声怒喝打断 好了 董堂主 清云 既然这灵符 是你自逆境之中获得的传承 那我等也便不再过于 你且下去吧 之后的笔试 多加努力 文言华清云心中大喜 他这几年的茶叶 果然没摆送 在内门第二星 未然挑战真传倒数第二失败后 大笔也从内门弟子 换成了真传弟子 第二场笔试 直接引爆全场 只因华清云听到了一个熟悉名字 他的小迷妹 宗门首席大弟子靖永堂 月剑星 子辅近五重修为 在一众真传弟子中 年龄最小 修为最高 他的对手也是宗门内人气极高的美 换月堂 须燕 修为子辅近四重 月师妹 距离上次我们交手 已经有一年之久了 曲师姐 别来无恙 上次你我共对了133招 我已一剑之差败笔 在那之后 我苦心修行 实力已然精 非西比 只见曲燕一月凌空 换月剑 群星 化作树道虚影形成包围之势 台下月剑心一声不发 双眸冷裂 长剑立于深浅 拔剑的瞬间 剑之风明响彻天 没给众弟子反应的机会一月下来 只留下身后树道虚影 以及斩碎天 扎眼之间 换月被斩碎 一年前133招 今日 他只需出一剑 他是没有系统的宗门小伙子 却凭借着自身天赋 将整个苍原界的剑道拔高一子 随手刻出的地板砖 就能让身为宗门首席大弟子的小师妹 领悟无上剑道 面对一年前的对手 同为天骄的换月堂曲变 从133招到现在的指出一剑 月剑心只用了短短三个星期 听到曲燕认输后 月剑心内心毫无波澜 他只想赶紧回去观摩领悟地板砖上的剑 然而这在月剑心看似随意的一剑 却让宗门的众长老震惊不如 刚刚那是剑之大道又闲 没错 绝对是 剑心它才多大 修炼时间恐怕连20年都没有 这般天赋 将来不可限量 所谓剑之大道除行指的是 三千大道之中的剑之大道 整个苍原界之中 此辅敬酒从修是足足有数万之多 但其中能够领悟到大道将其融会贯通 从此踏入灯仙境者 却如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若是细心培养 青云剑宗后续有人 未来可期 相比宗门众长老们 作为月剑心传道人的华青云 则看得更为仔细 在展出那一剑后 又已连续不断的23剑破坏了 曲艳剑中提起的灵气 说到这华青云也不禁感叹 只是靠着他留下的一道剑痕 便能领悟出剑之大道又行 都快有他三分之一的天赋 又经过了十几场比试 华青云不由生出了一丝困密 今天还能比完吗 我快到下班的点了呀 不料裁判这次点到了他的名字 接下来 23号弟子 请上前 刘云堂 关山岳 对阵刘云堂 华青云 念到华青云时 就不由让他想到之前那场奇葩的比试 然而听到对手是真传弟子支持的 关山岳更是养发切实 出场到落地就没给过华青云好脸色 关山岳 修为子辅进二重 是宗门排名第13的天交 身份是刘云堂的二弟子 也是他华青云的同门师兄 虽说是自己师兄 但为了小师妹 不被自己师尊直接挟死 华青云一落地就吹动了黄律服务 看到如此场景 关山岳更是气味 自我加入刘云堂那天起 便下定决心 要重振刘云堂 让其变为青云建宗内第一堂 平日里我对师弟们要求都很严苛 只是希望所有刘云堂的弟子 能够努力修行 为刘云堂出一份力 不料出了华青云这颗老鼠屎 一个人拉低了整个刘云堂 华青云不由一惊 这个师兄望子成龙的心态 简直比他师尊还要赏心 便开口道 关师兄 我很佩服你的精神 但你不能把你的意志强加在我身上 朝九晚五是我的人生准子 而并非偷懒 要知道 人这一生 除了修炼和工作 还有许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去追求和体验 这是我付出惨痛代价领悟到的 希望你能理解 可关山院内会知道他华青云的经历 在他听来这只不过是为了偷懒的借口吧 今日 我便破你扶阵让你深刻的明白 我青云剑宗 以身运剑一剑入道 剑道 才是我等弟子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瞬息间 一座冰山就在比武台上拔地而起 此等威势引得台下观众一阵惊呼 这一剑的威能 足以堪比子府境 这也让他们下意识觉得身为凌宫镜的华青云 肯定会被这一剑一拨带 可下一秒 翠裂声响起 冰山开始打 露出一张满是笑意的脸庞 不愧是关师兄 这一剑的威能 出乎我的预料 同时台下的心未然 对华青云的强大 有了一个心得认识 就算是台上的观山月 脸颊上也不由流出一滴冷海 我全力积蓄的一剑 竟然只是斩碎了扶阵 没有伤到他一分一毫 最后他还是否定了 华青云修为高于自己的强 毕竟他华青云再强 还能在宗主与各位长老面前隐藏修为 华师弟我承认你的葫芦防御很强 可现在他已经消散 你是想要和我正面对决 还是说直接投降 华青云没有立马接话 直到秀中的葫芦飞出 我倒想直接投降 但很抱歉 这一局我非赢不可 观山月表示不屑 哼 你的不振会被我过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就在他还想继续说下去时 脸上再次流出一滴冷汗 因为华青云此时周身 葫芦漫天飞舞 刚刚的那道不振 不过是基础版吧 这才是完全版 凝视着眼前 有无数葫芦酒同的扶阵 强如观山月 也不禁升起了一股 深深的无力感 他明明是宗门独宠的小师妹 可每当想起宗门里 鸣声最臭的华青云 小脸都会不由自主地发烫 就在刚才 作为修为远高于华青云的观山月 在看到那有无数张葫芦 组成的防御屏障后 心想着他瞄完的屁 台下其他同门 更是破口大骂 这会儿绝对是开了蓝绿修改器吧 不过观山月没有弃权 而是咬紧牙关 对管队追出全力一剑 看似威力无品的一剑 在触碰到防御屏障时 就如同浮游汉术一般 毫无作用 见到这一幕的长老 则满事不及 以华青云灵弓镜的修为 哪来这么多灵 作为华青云的师尊补语 则看得更为仔细 当即就看出了其中门道 从一开始以基础扶阵部队 特意不露出完整版的浮阵 以此来引诱观山月 使用全力一剑进行攻击 在其消耗大量灵力之后 再祭出完整版的浮阵 从而不用再担心 会被观山月击破 等再次看向华青云时 脸上附近挂上了一丝笑 为了和我之间的约定 青云竟然如此罕见的证品 为师真实行为 台下 观山月此时全身已被汗水打湿 眼中满是不甘以愤怒 期间他尝试过多种方法与走步 直至灵力耗尽 始终没有对华青云产生 哪怕一丢丢影响 最后不由得大吼出声 我认说 华青云看着观山月的神情 内心也是愧疚勿语 如果不是与师尊的约定 他会毫不犹豫地 输给自己这位师兄 于是便抱拳对观山月行了义 观师兄 承让 观山月虽脸上嫌弃 但还是告知了 华青云俯阵论 你这俯阵的强度 对子促进三重以上的修士来说 只需集中一点进行攻击 就可破改 同样的手段 在其他弟子那里 不会生效第二次 听到观山月的话 华青云再次拱手一败 多谢观师兄指点 虽说他这个观师兄 平时是严格的心 但人还是挺好 不过排名对华青云来说 只会是个马 这一世的他 只想平平淡淡地生 只是在他刚走下比武台后 就听到了周围弟子的嘲语 无非就是作为青云剑宗弟子 居然一见没出之类的言语 这些早已在他预料之中 无关几个 此时一直悬浮于空中的月见星 不由难难道 华师兄怎么用起灵符来 只是还没来得极细想 就被来凑进步的世界的 并且开口 就是说华青云赢得不光彩 让月见星不由心生一丝怒意 罗世纪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此番鄙视 宗主早已立下规则 无限制任何方式 只要能赢得胜利便 华师兄凭本时赢得胜利 有何不光彩之说 他其实是想随便找个话题 和月见星凑凑进步的 现在都被对脸上了 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过 但我青云剑宗的弟子 连一招剑头不使用 未免也太过分了 作为知道华青云 真正实力之一的月见星 自信无比地表示 谁说我青云剑宗 就必须只能以剑入道 据我所知 二长老踏入灯仙境 也是借助的风之大 而华师兄不出剑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人能逼得他出剑 一旁的罗霞 整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只因身为宗门首席 大弟子的月见星向来刻 对于那些蓝散的弟子们 往往都不会正面相谈 可谈到华青云这个宗门 头号懒散地 却是在维护着对人 想到这 他好像闻到了一丝八卦 只是还没等他细想 比舞台上就传来了一声木 赵锐 你怎可下手如此逮捕 就连刚睡着的华青云都被吵醒 因为比舞场上 躺着一位被常见贯穿的弟子 而下手之人 正是刘云堂真传弟子之一的赵锐 天骄排行榜 第三十三 上班墨鱼的人都知道 刚开始就被打断是多么难受 华青云就是如此 刚躺下就被吵醒 本以为是比舞出了意外 导致同门被误杀 可他却在赵锐身上 闻到了一缕熟悉的摩气 这不是要强行开主线的节奏吗 虽然历代宗门大比 也有过弟子为赢得胜利利捷而亡的 可实力高出对手不省 还出现误杀的几乎就没出现过 这次的事情 无疑给了其他弟子头上盖上了一层雾门 接下来的比赛中 所有弟子基本就是点到为止 时光飞逝 不仅来到了晚上 第一轮的比试也结束了 接下来是第二轮比试的抽签 听温健说完 华清云看向自己手上的预牌 只要赢了这场比试 我就算跨入前20名之中了 如此一来 就能完成和师尊的约定 只需要在第三轮比试中 自然而然地落败 然后退场 然而第二轮的比试 第一场就是刚刚误杀同门的赵锐 好在他的对手不弱 乃是宗门天交榜第五的云修成 星云堂首席弟子 子祖近四重 赵锐 在今日之前 我并不认识你 准确地说 除了天交榜前十 其余的人我都没有放在眼里 来吧 你作为一个新人 我可允许你先行出手 在他说完 台下女弟子们 更是发出阵阵住微声 和掩盖不住的娇秀 华清云见此嘴角 不由自主地抽了抽 自信是好事 但小星耍帅不成被打脸 台上的赵锐 也是不由地冷笑出声 呵呵 师兄 还请小心了 然而他的这一件 出乎了所有人预料 不仅快到让云修成难以招架 其威力更是大到惊人 云修成擦拭着嘴角溢出的鲜血 是我有些小瞧你了 后者则是为了他 还能站在比舞台上而惊讶 华清云一眼便看出了其中门道 云修成看似狂妄 实则精灵无比 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 以星云见诀 绽放出漫天灵力并炸散于空中 将刚刚那一剑的大半威能都倒下 云修成此时虽略显狼狈 可脸上带着笑语 不错的一剑 不过你的路数我已经都摸透了 星云见诀 星海 伴随着云修成的出剑 台上被裹挟着剑气的火焰花朵覆盖 然而 一道道黑色剑光冲天而起 将他的剑招彻底击散 看着在他大招之下 还能做出反击的赵瑞 眼中略带惊讶 不过也只是惊讶而已 可就是被他不怎么看得起的反击 直接冲破了他的防御 我尼玛老六 隐藏实力 云是剑仙们的剑法比拼 只因划清云的加入 观众台上直接变成双标线城 就连他的对手 紫辅静女龙的天骄 都对着他满嘴 就在刚才 宗门天骄榜第四的云修成 不仅败在了一位 默默无闻的弟子剑气 还差点丢了星云 而击败他的赵瑞 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承让 师兄 不管是台下弟子 还是台上的长老堂主 都有点坐不住 只因赵瑞刚才的一剑威能 华清云则是看清了 那一剑的所有转变 赵瑞是想直接杀掉云修成 但关键时候收手 随即他又想到了那一缕魔器 难不成这个赵瑞 真和魔宗有勾结 不过转面一想 就是有勾结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华清云不幸就一个 子促进的小修士 能在登仙境有虫的宗主面前 翻起什么松懒 只是当他还想去摸个鱼时 才叛念到了他的名字 下一场 蓝星堂 红战 对战 刘云堂华清云 董堂主听到华清云要上场 立即阴阳起了一旁的补语 你这名弟子 看来要止步于此 然而这次补语没有反驳 只因华清云临恭敬八成的修为 对比子促五成的同战 显持毫无选 还请同战师兄多多指点 同战则是看不起华清云 你一个靠着几张破福传 坚持到现在的人也配让我指点 可他不孤独 上届大笔击败他的越剑星 现在也只是华清云的一个小萌萌 外加半个弟子 可不知道这些的他 只觉得宗门弟子中 只有三人值得他出手 天骄第三的江都 第二的赵天路 以及天骄宝第一的越剑星 于是 看见撑起扶阵的华清云 直接让其投降 就凭你根本不配同我交手 华清云无视了他的挑衅连你 无视事又怎么知道呢 红战听闻直接出手 这种无法移动的龟壳 我一见便能破了 就连台上长老也觉得 胜负一分 不料华清云竟然带着整个扶阵起飞了 把看不起华清云的两人都看上 只因扶阵需要连接天地之力 一旦离开地面会自主散去 而他的华师兄竟然能把扶阵变成扶球 还能灵活的一步 月剑星一直是个要强的女孩子 还有一点小心子能超越华清云来着 看来是彻底没希望的 自己这个师兄除了剑道外 就连扶道的造语也让他高山扬指 此时 比武台上 红战已再次出剑 蓝星剑爵 富雅 华清云也是掏出了一张攻击浮露 逃着飞剑扔去 剑技与浮露的碰撞瞬间产生了大量烟雾 遮住了所有人的事情 与此同时 烟雾中可谓相当精彩 两个老六都在互相丢暗器 华清云有着扶阵保护 红战就中招了 是卑鄙小 竟然敢用暗器暗算了 华清云玩着同战的暗器 细笑道 我这招是流云剑爵之中的天女丧花 这可是正宗的剑 光明磊落 此时的古语听到华清云的话 老脸一黑 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剑决中还有这种剑 倒是你 竟然趁着烟雾丢出这么多绿布拉紧的暗器 这种偷袭的行为未免也太难看 很快一场比试就成了两人的卖戒广场 听得台下弟子都有些无语 反而越见心满脸崇拜地看着华清云 华师兄竟然还会使暗器 与此同时 喜欢阴阳华清云的董堂主也招了报应 董堂主不是说过我清云剑宗的弟子应该与生华剑 一见入道吗 怎么连同战也使用起这些万物 于是 台上出现了双标现场 哼 同战这还 一心只追求胜利 这些万物只不过起到辅助效率 真正能比拼出胜负 还是得依靠剑 此时的同战意识到他着了华清云的岛 这个老六不停地和他说话就是为了确定他的位置 但是别忘了 你也会暴露你的位置 蠢祸 他心见你不雅 这次飞剑成功刺破了华清云的不振 老董更是激动起身大脚 结束 下一秒 他从得意转为了阵击 只因红战周身出现了数道金色锁链 将他死死束缚在原地 明明是同一境界仙 沙利却有着天壤之别 就在刚才 红战被华清云扶阵锁链束缚 还没等他反映 华清云以手持长剑抵住了他的脖骨 这扶阵 即便面对子辅静五层的修饰 也能困起三十戏的时间 现在还剩下十戏的时间 如果你不愿意投降的话 我就只能让你受点苦 说罢长剑缓缓指向同战的藏坤之敌 红战死死夹紧双腿 表示自己认输 这场比试也以华清云胜利而收场 宫中 宗门天交保二 三名的赵天路与江都 看着华清云与林宫进八重的修为 基盖子府进五层的同战 赵天路不由的感叹 华清云修为要是再高一些 就算是他二人也不得不重视 不料江都嘴角勾起了一名笑容 修为恐怕不是表面上这么紧 当然最是面子的自然是老狗 被自己看不起的话 清云接连两次打了 现在也只能嘴硬一下 若不是同战大人 他怎么可能说 很快下一场比试就开始 由静颖唐月剑心 对阵蓝月唐的蓝星月 天交保排名第八的他其实不弱 可他清楚自己不可能是月剑心的对手 但身为剑修他不能 月剑心文言神色淡然 施展权力 站至最后即可 可还没等他说完 蓝星月气势大变 体内灵力也随之暴涨 不 我的意思是 为了赢得胜利 我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战斗 将月师妹以击败 可蓝星月现在的状态 却让长老堂主惊出一身冷汗 只因他为赢得比赛 不惜使用破绳碎虚斩 这种担要 可以提升修士静五重的灵力 但就算是赢了 又能如何跟机会因此而受损 除非 他想要一剑入道 踏入子府静五重 想要踏入子府静五重 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对于自身所修炼的大道 有一个轮廓和概念 以剑修为力 必须领悟出剑意 并在此基础上 触碰到剑之大道突袭 无数修士终身卡在子府静四重 不得寸进 其数量之多 更凌驾于子府静九重 到登仙境一重 听完温剑的话 就连华清云也不得佩服蓝星月的 为了破镜可谓是拼上一切 然而面对蓝星月全力施展的剑技 月剑星甚至没有去调动灵 只凭自身剑一剑破址 看见这一幕的蓝星月眼皮之打斩 可手中俯禄案情没有半点的意义 全给月剑星招呼上 但月剑星的出剑依旧贼意 并一边抵挡着蓝星月的攻击 一边向着他踏破 只是体系的功夫 身为攻击方的蓝星月 却被斩出了一道道剑 就在他以为月剑星要结束这次比试时 他的注意力全部被月剑星的出剑姿势所吸 最后静学着他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姿势 然而这一幕 让台上的长老们彻底做不做 月剑星竟然在指点蓝星月剑 能够做到这种重度 说明月剑星对于剑道的人物 和他们只差一步之眼 与此同时 蓝星月不负众望 直接破镜来到了子府境里头 可还想着对月剑星出剑 瞬间 一道快道极致的剑王 直接将他手中长剑斩落 或者根本看不清月剑星出手的动作 结束了 当月剑星吐出这句话时 裁判也随即宣布了他的胜利 蓝星月更是眼含泪水地 对着月剑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然而月剑星神色依旧淡漠 师兄不必顿 直到他身后传来了 对华清云的树造咒骂声 月剑星全身气势悄然一顶 口中长剑直接飞出直指南星月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给华师兄道歉 平日里温柔可爱的小师妹 竟也有如此暴躁的一面 只因有人说了师兄的坏话 才让小师妹如此生气 本以为胜券在握的铜站 没想到竟被华清云困住 而这幅阵即便是子府静与铜的修饰 也能困起三十戏的时间 华清云让他快点投降 不然便斩了他的慧根 吓得童战瑟瑟发抖连忙认输 最终此次比是优化清云获胜 上方观战的赵天璐表示 虽然有运气的成分 但能以零公进八重击败子府静与铜 这等战绩足以傲势中 而他身旁的将都却不这么认为 看似运气 其实从战斗开始童战便被套路 战斗还没开始的话 清云就布局让童战陷入了轻敌的心态 随后在这档整个擂台的灵幕中 更是惊心布局 先用言语挑衅刺激对手 让其无法察觉自己把扶转藏在了暗器中 并在和童战复制暗器时 悄悄把束缚阵法布置到他的身边 随后故意将自己的位置暴露给童战 让其以为他仍在扶阵之中 引诱童战再度发起跟机 而华清云则趁着烟雾顿向童战身后 在江多的一顿分析过后 赵天璐对华清云也大有感官 表示华清云将是他俩的一大威胁 而江多静发现华清云的修为 应该远不止表面上那么紧密 旁边吃瓜的长老一脸坏小 以弱胜强 将福道和正道融为一体 真是妙啊 而下一场比试正是我们的小师妹月剑星 对阵子俎近似从蓝月堂首席蓝星月 蓝星月自知实力不如月剑星 但身为剑修的他 也有着一颗不断向上的心 月剑星则是一脸淡然 让其全力出手 站至最后即可 可蓝月却表示他的意思是为了赢得胜 他将会不择手段地进行战斗 将月剑星击败 福宇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事先吞了破神罪虚丹 此丹药可以提升静武城的灵力 但会因此影响根基 温剑则看出了蓝星月的意义 他是想要以剑之道 踏入子府静武城 而想要踏入子府静武城 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对于自身所修炼的大道 有一个轮廓的概念 必须领悟剑一处碰到剑之大道雏形 才能有机会踏入子府静武城 华清云没想到蓝星月为了入榜 竟然如此破口沉重 不知道月师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只是面对月剑星随意挥出的意见 蓝星月显然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于是他连忙扔出准备好的浮转进行抵挡 虽然能抵挡一阵但终究不是半路 此刻的月剑星不断出剑灰 朝着蓝星月步步逼近 即便是服用干药之后的 他面对月剑星还是不敌 而月剑星并没有选择直接结束战斗 而是一剑化形支点起蓝星月的剑岛 蓝星月也在月剑星的帮助下 成功突破子府静武 可即便是迈入子府静武 从依旧挡不下月剑星的一剑之威 就这样我们的小师妹轻松取得了圣灵 蓝星月对月师妹的支点也是感激贴的 不愧是头号真传大帝 这等气量和实力果然不是人家能比你 本以为就此结束 谁知刚才观战的弟子竟有人敢低谷华清云 只见下一秒月剑星一直见气便朝着那名弟子戏去 更是露出从未有过的凶狠表情 化师兄也是你们随意抵舞一论 快点给化师兄道歉 宗门的第一天 要竟被人误会喜欢上了店底的废产 而这惊天大瓜更是被图门一顿乱传 果然不管在哪都不缺吃瓜群众了 看着下方正在为自己找回场子的小师妹 化清云是一脸尴尬 他可不想自己是隐藏大佬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 那名嘲讽化清云的弟子此刻怕得要死 连忙解释只是评价一下化清云的战斗方式而已 略见新闻言一脸气愤 什么评价 分明就是在诋毁 我清云剑宗虽修剑道 但修剑之前 理应修心 化师兄虽在战斗中并未出剑 但其足智多谋 对规则道具的理解运用 都远超而等之上 自己实力不计早早落败 却极度不甘于他人战略 如此心态有何自得评价他人 此话一出在场弟子瞬间鸭雀无声 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小肚鸡肠了 羞愧难当的他连忙向化清云道歉 先前说了一些烈士师兄的言论 实乃无心之举 还请师兄不要介意 面对下方弟子的注视化清云干大吉了 表示刚才的事情他并没放在心上 师妹啊师妹 你搞什么飞机啊 略见新更是扬言若以后再有人敢妄议化清云 他定会亲自出手教训 有空去妄议他人 不如好好休息 随后来到化清云的身旁 化师兄 人家待在这里 你应该不会介意 化清云麻了 师妹你又来 你这让下方的弟子该怎么想我们 两人也是相互传音沟通 怎么样 化师兄 人家表现不错吧 这样一来以后就没有人敢在背后说你话话了 化清云一脸无语 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引人注目啊 随后越见新电视对着化清云一顿夸赞 化清云总感觉怪怪的 于是连忙后退 果然小师妹是另有所求 想再让化清云趁此机会为他解惑 化清云麻了 我可不是你师父啊 不料小师妹竟出言威胁 无奈的化清云也只好再次指点一下小师妹了 而刚才越见新为了化清云斥责其他真传弟子的事情 也令罗霞猜想他二人可能是道理关系 喉嚎大弟子恋上垫底真传 为了怕被人说闲话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私会 不料尽被身后的屈妹子听到 两人于是纷纷讨论起他们的关系 仔细一看他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竟然在偷偷传音 没想到今天居然吃到了今天大瓜 罗霞连忙叮嘱屈妹子不要乱传 万一被月师姐知道了就惨了 屈妹子连忙表示自己嘴巴醉眼了 他是绝对不会乱传的 谁知刚回去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的小姐妹们 记住这件事绝对不能和别人说 与此同时小师妹在华清云的帮助下 居然原地修炼起来 果然内卷之王这个称号不是白来的 第二轮的鄙视也已经全部结束了 今日的鄙视到此为止 明月再开始第三轮鄙视 华清云也正好到底下班了 大殿那一名长老正在向温健禀报 今日调查宗门卧底的情况 所有弟子中共有五人行踪习惯 其中最为可疑的便是刘云堂的三名弟子 分别是江都 赵锐 以及整日里摸鱼的华清云 谁能想到这么可爱的神兽玄鹰 竟还是个寻宝小高手 就连华清云都没感知到的正气都被他发现了 就在刚才二长老将三名可疑弟子禀报了宗主 师尊文言十分生气 叛徒就在我流云堂之中 而清云建宗高层经验聚集于此 就是为了找出隐藏的叛徒 当初谷雨被人袭击 就已经证实在宗门内部已有间隙弟子 这也是为何突然召开大笔的目的 宗主让谷雨先冷静一些 只是怀疑他流云堂中存在叛徒的可能性大 毕竟他当日派谷雨前去扑送血破珠 这件事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而且在谷雨离去时也做了足够隐蔽的工作 可即便如此还是暴露给了魔宗 二长老怀疑他三人也不是空穴来风 只因三人都是在一年之间实力大增 首先是流云堂首席江都 明明两年前还只有子府进二重 可在一年前的宗门大笔之中 他却突然崛起 成为了天交榜第三 而他的说法是遇到了机缘 得到了高人指点 其次则是赵瑞 他为人孤僻 修为一般 一年前在天交榜指排第三十三 可这次宗门大笔修为禁风 长治了子府进一头 除此之外 他所参悟到的剑法极度诡异 甚至还有杀人之举 而他的说法也是误入了一处秘境得到了机缘 最后便是废茶化清云 看似嫌疑最轻 但实则身上秘密最多 每次外出任务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两天 平日里摸鱼反弹的他 竟还会如此精妙地扶道和正道手段 而且清云剑宗和魔宗之间的联系 每次都有他的身影出没 消灭魔宗弟子取回血破珠 随后和月剑星一同外出执行任务 同魔宗长老莫轩手中解救子林宗两名真传弟子 再到后来前往云星城遇到了先前逃离的邪云老祖 以至于让二长老怀疑华清云是三人中嫌疑最大的 谁知宗主和师尊敬一口同声表示华清云绝不可能是盼 二长老一脸蒙圈 宗主和补藏主怎么突然这么默契 这时另一名长老猜测华清云可能被魔宗夺赦 与其说夺赦师尊更愿意相信华清云只是隐藏大脑 封印了自己的修为 宗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打算暗中调整一下抽签 不管是江都 华清云还是赵瑞 都给他们安排一场战斗 上演一出螳螂补蝉黄雀在后的戏目 看看魔宗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另一边玄英找到正要休息的华清云 表示明天也要陪他一起战斗 看着玄英期待的小眼神 华清云却有些尴尬 虽然他知道玄英最近很不聊 但宗门大笔是不能允许你上场的 而且明天他上场就会主动认输投降 等大笔结束后就带你出去玩 谁知就在此时玄英突然察觉到一丝灵力波动 于是拉着华清云就向外面飞去 很快两人来到一处空旷地带 华清云一脸龙圈 你带我来刘云峰的后山大马 只见玄英指了指下方的一处树叶堆 提示华清云下面埋藏了东西 当树叶被吹开后 下方竟出现了一根阵棋 这阵棋品级极高 似乎是用来屏蔽灵石 形成一片封闭空间的 虽然它能将禁止破坏掉 但这样做无疑会打草惊蛇 就算它不插手 出了事也有宗主顶着 可是华清云从这阵棋的布置上来看 宗门大阵如今似乎已经被类似的阵棋完全覆盖 万一东门遭遇生死危机 那他的朝九晚五生活可怎么继续下去 平日里对师兄师姐们毕恭毕敬的月见星 当听到有人对华清云出言不逊 即便是他的师兄也不惜出手别罪 华清云没想到自己都没察觉的 郑棋居然被玄英发现 原来是玄英晚上外出吸收天地精华时 遇到有人在这里埋郑棋 于是询问玄英可还记得那人什么模样吗 随后玄英心念一动 赵瑞的模样便显现出来 华清云猜得果然没错 还真的是这个赵瑞 可惜在不被对方发现的前提下 将阵棋拔出的难度实在太高 虽然无法找到所有阵棋的位置 但若是赵瑞感激发阵 华清云所布置的剑棋就能顺同摸瓜 瞬间将阵法破坏 这样一来就能轻松击溃他的阴谋 这是玄英连忙上前邀功 打算明日和华清云一起上台战斗 并不是华清云不想让他去 而是宗门规则之中 他是无法上场 这可把玄英气坏 于是玄英一把揪出 华清云长袖中的灵符 既然灵符能用 那人家也能上场 华清云顿时眼前一亮 也十分认同玄英所说 灵符阵法什么的都可以 那我用自己培养的灵兽略阵 应该也不成问题 本以为自己终于能上场 可惜下一秒便遭到雷霆打击 只因华清云明天打算认输 第二天清晨入围的弟子纷纷盗筒 可当裁判长老查看参赛弟子时 却发现华清云还没上场 匿名唐主则之后十分牢 华清云这臭小子 竟敢将如此重要的鄙视当作而戏 师尊也是一脸尴尬 没办法谁让他这个徒弟有个细心 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要睡到四十才行 现在肯定是在洞祖之中没能打 众唐主闻言人直接骂了 实在不行不如判他弃权好了 但想到昨日宗主的计划 若判华清云弃权 他们的计划可不白布置了吗 于是温健让古语尽快派人 将华清云从洞祖中喊来参赛 没想到宗主竟然让在场数万名弟子 以及诸多唐主党了 为了一个墨于弟子习性刻意延迟鄙视 这也引起了弟子们的强烈不满 这时身为宗门第一天教的月见星站了出来 表示修行之道 各有执念与自身之道 有人修行之时 会默念经文 又或者以刻书姿势感悟天地 而华师兄也有着属于他的道 我等自然应当理解和包容 坐台上十一名弟子都同意等待华师兄 他希望大家也能够多等 而在场的十一位天教 感觉多等一会也无妨 纷纷答应了月师妹的请求 月见星对此也是十分感谢 只有一人反对 一个区区零公进八成的费长 靠着运气来到这里 凭什么要让大家等他 而此人乃是天教榜排名第十二的汪导 月见星没有第一时间发舞 只是希望他能给华师兄一个机会 不知道好歹的汪导一脸嫌弃 他一个废物来了也是被淘汰的命 根本没必要等他 谁知话因为落便被月见星一掌 震退数目之远 汪师兄 别敬酒不吃施法酒 你现在还愿意等等华师兄吗 费缠师兄同高冷师妹 不得不说的故事竟出现在了宗门大的 这也让华清云收获了一波小明媚 果然师尊的小说作品 就是那么受欢迎 被月见星威胁的汪导下的连忙后退 随后一脸尴尬的本事 其实人家等一等也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如此 那就请诸位稍作等待我 一个时辰后 华清云这才姗姗来迟 此时的他一脸朦胧 当他来到比武台后 发现宗门弟子一脸敌视地注视着他 华清云见状连忙道歉 耽误大家比赛 真是不好意思啊 平日里朝九晚五惯了 这次的比试时间提前了 忘记订闹钟才会迟到 没想到宗主竟没有取消人家的参赛资格 甚至还让所有人等了一个时辰 真是尴尬呀 这时华清云发现下方的女弟子 都一脸花痴地盯着他看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难道是因为人家太帅了 这才引来女弟子们的关注 殊不知大家正在讨论 他和月剑星两人的道理关系 更是没想到高龙的剑吃月师姐 竟然会找道理 而且还是个垫底的废城 传言他两人为了担心被各位堂主拆开 只敢进行地下恋 而这不就是和那本高龙师姐 同我不得不说的故事剧情一样吗 还有人听说是月剑星包养的华清云 而这也和霸道师姐爱上我的剧情相同 果然不管在哪里这种类型的小说 都深受女孩子的血 接下来便是抽签环节 而华清云也察觉到抽签令 还上被宗主做了手脚 不幸的他居然抽到了第一场对战 而他的对手正是刚才不抜他迟到的汪斗 谁知刚一上场的华清云便发起了投降 却被温剑当场回决 表示接下来的对战不能投降 要战出他清云剑宗的风采 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严败 华清云闻言人直接麻了 这规定不就是为他特意定制的吗 既然如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只见华清云再次施展同样的副阵 又是那熟悉的配方 汪斗剑撞赶忙使出星云剑军 打断正在施法的华清云 不愧是进入十二强的地底 竟然看穿了他这个扶阵的破绽 不仅如此更是趁着空档时间 闪现到身后进行攻击 华清云剑撞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百炎龙服应毒 而汪斗这边则是拿出水服来进行防御 随后便手持长剑冲着华清云写 本以为剑气成功斩到了华清云 没想到刚才的竟是燕城化作的替身 将燕城挥散后 这下终于能下场休闲 谁知腰间的玄音令牌突然嗡嗡作醒 下一秒竟将汪斗的攻击弹开 华清云也是一脸蒙圈 这到底是怎么了 此时此刻的汪斗更是全身动弹不动 难道是华清云还有什么秘密勇气吗 来了来了 呆蒙可爱的小罗莉终于如愿以常上场 别看他一脸人出无害的小模样 但却是个调皮爱玩的熊海 轻而易举的便将华清云的对手单翻在地 就在刚刚华清云放弃抵抗打算趁机战斗 谁知汪斗竟然被一股神秘气息 困在了原地动堂不得 华清云第一时间发现竟是玄音搞的鬼 可他想不明白玄音这小不点 是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吗 这时华清云才发现身上 竟然带着千年怀疏的木牌 而木牌上更是刻有玄音的名字 据说玄音这种神兽属于英灵之物 可寄存于古墓之中运养混体 这枚木牌就是玄音趁华清云睡着之际偷放的 汪斗也被这阴风搞得虎堪言 当阴风袭来却又瞬息消散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此刻的汪斗一脸怒意 质问华清云又在耍什么花招 华清云急忙否认 表示这一切和他无关 要知道玄音面对月清五三人的时候 都能轻松将他们制服 其神兽之威 恐怕足以碾压子府进入虫以下的修设 看着汪斗被安在地上暴躁 无奈的话清云也只好命令玄音停止 可玄音似乎还没完够 就这样两分段后 汪斗对玄音狠狠地干翻在地 此刻的汪斗一脸生无可恋 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投降 华清云也在这时将导弹的玄音抓住 刚想教育一下这个小队 谁知玄音竟先委屈了起 此刻的华清云脑袋就像炸开了一样 他怎么会把这么个熊孩子带回家了呢 汪斗也在此时才发现 华清云竟然带了个灵兽上头 这明显就是二打一 下方弟子也是议论纷纷 这个华清云怎么这么多套路 而先前早就看华清云不爽的那名长老 严重怀疑华清云就是魔宗奸细 只因华清云从始至终一剑都没出过 而且宗门之中也从未教过扶道和御兽之法 师尊则一直站在华清云这边 从未怀疑过他 而温剑特意安排汪斗和华清云对战 就是为了让汪斗破除华清云所使用的扶阵 借此机会看看华清云是不是魔宗的影 可没想到这小子竟以灵兽赢得了战斗 温剑还发现华清云的灵兽 竟然是传闻中的神兽玄音 这种稀有的神兽 如果是魔宗弟子也未免太下血本 其他两位长老也认评温剑所说 而且按照比试规则 若灵兽是自己驯服的 自然也是战力的一种 所以算不得犯规 此战 华清云不遂吹灰之力取得了胜利 气急败坏的汪斗还不忘放下狂话 可话因为若便被玄音一个眼神下的撒脱作法 而华清云也是极为不谨 宗主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这都不算他犯规 与此同时 就在清云剑宗如火如荼地进行宗门大比之时 数十位子府进八重的魔宗修士 正聚集在距离清云剑宗不远的清虚城废墟中 而领头之人乃是登仙境四重的血海真君 他是宗门最强的套路王 一剑为辉就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 本想在接下来的决战中卖点破绽故意落板 殊不知来人正是一年强化清云的小谜地江都 就在刚刚血海真君出场 如今他们安插在清云剑宗的接应者 已将遮天地灵大阵布置完毕 只等待大阵开启便能心意将其覆密 为了能攻下清云宗 血海真君还特意找来两位帮手 分别是魔云宗宗主相罢和玄音宗宗主立无牙 三大魔门宗主清朝而出 看来清云剑宗危险了 与此同时在经过一系列的角逐 最后六强终于诞生了 分别是敬颖堂首席月剑星 明星堂首席赵天路 刘云堂真传弟子赵锐 封灵堂首席王岚 以及同为刘云堂的江都和华清云 众人没想到华清云一剑未归 竟一路闯进了决赛 简直离了得大坊 而此次宗门大比的最终试炼 将会在乾坤山河图中 决出最后的圣者 此图据说是清云剑宗成立之时 祖师爷留下的宝物 这灵宝内不仅有天地山河 更存在着无数天才地 是清云剑宗独有的一处秘境 为了能让比试变得更加有趣 在这乾坤山河图中 温剑将会展开一层领域 把战斗范围限制在 名为桃花园的区域内 每隔一个时辰领域范围便会收缩 若是在收缩之前 赶不到桃花园也将会被判失败 华清云麻了 若他不站而逃顶会更加惹人怀疑 所以他也只能继续演下去 当六人进入乾坤山河图后 温剑便将他们的动向传到了上空 而这图中更是美轮美奂 就像传说中的先进一般 温剑之所以将决赛定在图中 就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奸细动向 而且乾坤山河图和温剑心血相连 一面之间就能操控山河图内的任何事物 但那奸细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逃不过他的五指山 接下来只需静静等那奸细录出马奖机 而藏在宗门内的另外两名奸细 正在商量对策 但赵瑞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这种情况提前布置好了后手 与此同时华清云也被图中 桃花园的美景震惊到了 这么好看的桃花灵 要是放在前世 一定会成为网红打卡点 先前在山河图展开的一瞬间 华清云就看到了桃花园的大概位置 现在只要他前往桃花园的中心 提前在那里等其他人就好了 到时候他随便卖个破绽故意落败 就能顺利完成任务 谁知一道金色剑气突然朝着华清云袭来 好在他躲闪及时躲破了攻击 华清云忙了 这是谁在打扰人家欣赏桃园美景 而来人正是他的江都师兄 桃花随风飘过 这气氛 绝了 两人也相互寒暄起来 为何江都想要与华清云一战 只因一年前他同华清云一起外出执行任务 亲眼目睹过华清云挥出的金氏一剑 从而使他剑术更上一层实力大增 从那天起江都才知道自己和真正的妖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要再度感悟一下华清云的剑 师兄啊师兄 人家只想走个过场 你这样让我很难懂 传说中的隐藏大佬今日终于要暴露了 就在大家以为能见识到华清云的真正实力 不要竟被魔咚强者潜入围攻清云剑中打破了将军 江都本打算在与华清云好好切磋一盘 从而感悟剑术提升实力 但山河图中的画面会实时传送到外界 华清云一旦在掌门面前暴露实力 怕是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可不想给自己徒增烦恼 既然师兄坚持要战 那我只好使出这招看师兄该如何应对 江都一脸激动 师弟终于要认真了吗 不料华清云一惊 江都师兄你看那是什么 当江都回头看去 却是空空如影 什么都没有 等他再次回头发现华清云这小竹竟然溜之大吉了 看着从眼皮底下消失的师弟 不仅是江都就连场外的弟子都无语到了基点 虽说华清云境界差了些 但临战而逃 未免也太丢人了 从江师兄说的话来 难道华清云隐藏了实力 其实他是比江师兄还厉害的存在 与此同时江都这边正在拼命追赶华清云 可好不容易逃出的他岂会轻易停下 便无可忍的江都直接一剑朝着华清云斩去 可当剑气即将命中华清云时 他一个顺一遍轻松躲开了袭来的攻击 师弟 助脚吧 你能躲过我这一击 足以说明你的境界之高 所以何必要逃呢 谁料华清云近到他一旁 师兄怎能凭空污蔑于我 我境界低微 之所以能躲过 纯纯是因为人家运气好 看着华清云这拙劣的演技 众弟子都为他感到尴尬 我清云剑中竟会有华清云这般无耻的弟子 江都如此穷追不舍也令长老一度怀疑华清云定然有什么秘密 如此行为反常的两人 他们之中必有魔宗奸细 长老们提一让温剑催动乾坤山河途逼他们一战 通过战斗判断他们谁是奸细 谁知就在温剑即将催动山河途时 不远处的刘云峰方向突然发生爆炸 众长老以及弟子齐刷刷看去 只见山峰魔器环绕 那两名魔宗奸细手持玉佩 只要开启了阵法 不久后魔宗之人便会赶来攻打清云剑宗 随后两人将手中玉佩捏碎 顿时天崩必裂 避补强大的魔器直插云霄 紧接着周围早就不满的阵法也全部被击毁 形成一股巨大的魔阵 就连在山河途中参赛的几人都察觉到了一样 发清云连忙指了指江都身后 你以为我这次还会上当吗 发清云猜测应该是魔宗的阵器启动 宗门想必出事 此刻弟子看着上空的魔阵荒乱步 众长老合力对着魔阵一阵输出 不料竟被法阵反阵击退 灵力和尸体攻击都无效果 这种强度 至少是护宗大阵级别 有长老看出此阵乃是遮天避灵大阵 能封锁一方天地之间的灵力与等之 是极强的困阵 必须从外部进行破坏 或是将郑琪找出来摧毁才能瓦解 温剑赶往下令 所有弟子速速赶往九封之间 找到郑琪将其摧毁 谁知这时血海真军带领魔宗高手 前来覆灭青云剑宗 看来此番青云剑宗威仪